许先生小心,快用功德之力护体 身后的银甲仙子见到这一幕时 急忙出声提醒 别急,没事的 许奇迹这个当事人淡定的一批 还轻轻摆手,示意大家莫慌 随后他的意识沉入精神空间 打量着那个拼命想挤进来的巨人虚影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非要投铁钻进来 巨人灰影此时化为钻破天际的钻头 狠命地在许奇迹的精神世界钻动 想要挤入 而在许奇迹的精神世界中 点名册,剑字符,本命大剑投影 静静地悬浮在虚空中 等着巨人虚影,字头罗网 许奇迹全身上下 防御最狠的地方便是精神世界 连九届祖籍的存在 面对许奇迹精神世界都要吃亏 更何况,区区一道从巨人王尸体中诞生的亡灵 甚至,根本无需动用点名册 剑字符和本命大剑 光是靠着骷髅小号的 民族传承法则 许奇迹就有上千种办法能料理了这道巨人虚影 民族传承中的法则 本身就是立于亡灵顶点 比起至尊巨人法则 对巨人的克制更强 至尊巨人法则 对普通巨人来说就是亡 而民族对亡灵来说就是无上主宰 既然你想进来 那可就别后悔 许奇迹嘴角上扬 他主动打开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入口 隐归入瓮 送对方一场惊喜 当然 在打开自己精神世界入口同时 他还悄悄接入了骷髅小号的精神空间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他还可以通过主号和小号之间的联系 将巨人虚影送入到骷髅小号那里去 到时候让他和民族正面刚 做好万全准备后 许奇迹开门迎客 欢迎光临他哈哈一笑 进入迎客模式 原本正在钻动他精神世界的巨人虚影 身形猛的一顿 就算他是亡灵 脑子没生灵好使 但眼前这一幕只用脚指甲想想 都知道其中定有问题 这家伙响应他 不过 也有可能是对方在用空乘机 巨人虚影有些被动起来 他就卡在许奇迹精神世界的入口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进有点慌 退则有点不甘 正当他犹豫不定时 许奇迹的精神空间 猛然产生一道吸扯力 拖着他进入精神世界 给我进来 许奇迹哈哈一笑 不 不要 巨人虚影心中一慌 转头就想逃跑 他的手牢牢抓着精神世界的入口处 就像是抓着门槛 现在才想跑 迟了 许奇迹笑声中的愉悦值 越来越高 你以为抓着门槛就有用吗 天真 精神世界的入口 都是我主动打开的 我想打开多大 就能打开多大 你抓着的门槛 我一个念头 就能让他消失 巨人虚影只感觉身体一轻 失去了着力点 然后 他就被拖入到了许奇迹的精神世界内 身后 入口的大门无情关闭 门一关 点名册 剑字符两位领主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出现在巨人虚影面前 本命大剑投影 则出现在巨人虚影后方 防止他在精神世界中乱跑 巨人虚影望着点名册和剑字符 心头发虚 他确认自己是踢上铁板了 而且 他刚才巡视过这个精神世界 固若金汤 入口一关后 他已无路可退 来啊 来夺取我的身体啊 许奇迹的精神体 出现在巨人虚影的正前方 变出一张王座 大马金刀的座号 点名册落在他手中 剑字符则如王冠一样 伏在他头顶 巨人虚影 他死死盯着许奇迹的精神体 心中一横 既然没有退路了 那干嘛不拼一把 夺取身体 吞噬这个家伙 巨人虚影如恶狼扑石 扑向许奇迹的精神体 他右手成爪 要将许奇迹撕裂 而且 他也不是全无胜算 对方有法宝加持状态 他在外界也有助力的 随着巨人虚影的动作 外界 那一层的灰烬 覆盖在许奇迹的手臂上 紧接着 从巨人王身躯中 似乎有一节 古致的物体浮现 跟着灰烬 飘向许奇迹 既然是夺射 那自然是要将 原生的一些东西 也带过来 融入到夺射后的身躯中 否则 光是夺射一具躯体 又有何用 而且 这一节的古致物 也是巨人虚影的助力 它是从巨人王尸体中诞生的亡灵 所以能调用巨人王躯体的部分力量 神谷 引甲仙子一愣 飘向许奇迹的 乃是武神为了适应空间法则 而蜕变出来的神谷 每个不同的修炼体系 对它会有不同的称呼 但无论它叫什么名字 作用都是为了掌握空间法则的力量 是九阶大能支配空间的根源 对方在夺射许先生 一旦夺射成功 这神谷就会融入到许先生体内 要不要制止 小师妹有些惊慌 这神谷 明显是在配合巨人虚影 对许奇迹进行夺射行为 先别慌 许先生身上有秘宝守护 我们看情况 一旦许先生支持不住 我就会出手 引甲仙子紧紧盯着许奇迹 锁定他的精神状态 说话间 那神谷已经贴近到了许奇迹的手臂上 光滑绽放 精神世界中 哈哈 来了来了 巨人虚影 发出一阵狂放的笑声 有了神谷的加持 对方精神世界中的秘宝 就得先去应付神谷 到时候 就是他和对方灵魂的直接对抗 强者支配一切 在他面前 许奇迹右手撑着下巴 懒洋洋坐在王座上 他根本不用自己动手 点名册主动撑起一层牢不可破的防御 巨人虚影的爪子不断抓丝 却无法破开防御丝毫 剑字符文则随意地散出一道道剑气 反攻巨人虚影 点名册和剑字符文根本没有发挥权力 他们在等待 等着巨人虚影的夺射更进一步 比如 让那神谷先融入许奇迹的身体 拿到好处后 再将巨人虚影斩灭 回头 再将神谷给净化 让它变成许奇迹的形状 丁 神谷和许奇迹的身躯接触 发出了玻璃酒杯碰撞的脆响 紧接着 许奇迹和巨人虚影心中 同时浮现一个古怪 类似契约的东西来 如果用许奇迹的认知来形容的话 这应该是类似遗产继承的文件契约 此时 神谷就在鉴定许奇迹和巨人虚影的继承权 身为至尊法则的继承人 以及身为巨人王遗体诞生的亡灵 许奇迹和巨人虚影 都有继承神谷 以及巨人王遗产的权利 神谷此时 就在鉴定两者的继承权 看看谁的继承顺位更靠前 整个过程 只一刹那 接着 许奇迹的身上光滑绽放 和神谷发生了共鸣 按巨人王的遗嘱 许奇迹被确定为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是一花姐弟的世界和外界不同 这个世界上的世界规则 分化为各种大法则和小法则 继承法则就能成为亚圣 以及圣域境界 这个世界上 很多东西都是能继承给下一代的 法则如此 巨人王之力也是如此 巨人王遗产中包括至尊巨人法则 至尊巨人血脉 至尊巨人之力 而神谷就在至尊巨人之力中 它是能代代相传的宝物 已经蜕变为和法器相似的东西 继承权敲定后 神谷就完成了继承程序 和许奇迹体内的至尊巨人法则 血脉共鸣 融入到了许奇迹的手臂中 而那亡灵巨人虚影 由于继承权弱于许奇迹 在神谷融入许奇迹身体后 它便彻底失去了对神谷的控制 巨人虚影 怎么回事啊 它召唤过来的神谷 为什么反而变成了对方的助力 神谷融入到许奇迹体内后 许奇迹精神世界中的意念体 强化了几分 甚至有一节神谷投影 出现在精神世界 和点名册等一起 反过来压迫巨人虚影 原本局面就是多打手 许奇迹带着自己的一众法宝外挂 VS巨人虚影和神谷 结果还没开打 神谷就先叛变 跳到了对面阵营中 开始针对巨人虚影 这倒是意外之喜 省去了我进化神谷的过程 许奇迹嘴角上扬 本来还准备用自己的身体 束缚住神谷 等斩灭巨人虚影后 再进化神谷 现在不用了 神谷已经主动认主 成了他的法器 既然连遗产继承权都到手了 那你就没有用处了 许奇迹抬眸 望了眼巨人虚影 正好成为我的养分吧 他手指轻轻一抬 剑字浮上剑意暴涨 万道剑意涌现 结出万剑归宗大阵 这场面 和之前对抗巨人虚影的几道剑意 有着天地之别 巨人虚影呆呆地望着万剑启发的场面 心头一苦 原来从始至终 对方就没将他放在眼里 随时都能将他捏死 万剑斩落 巨人虚影被斩成粉碎 不过被粉碎的他也没有浪费 其中的亡灵之力 被送入到骷髅小号那里 成为骷髅小号的养分 一部分巨人气息 被送入到巨神号那里 成为巨神号 更进一步挣到圣经的助力 最后 留下的纯精神力 被点名册吸收 最终又转化为许奇记的精神力 增强许奇记的原神强度 为接下来的原神寄托虚空 打下更强势的基础 浑身上下都是宝贝 如果可以的话 许奇记希望这样的巨人虚影 能多来几只 尘埃落定 一整只巨人虚影 被切开消化完后 许奇记关闭了巨神号 骷髅小号的精神通道 意识也从精神世界中出来 舒服 他伸了个懒腰 吸收了整个巨人虚影后 他的精神力一片清爽 滋不养颜 连思维都清晰了几分 精神力的增强 带动了原神的进步 也带动了境界的稍稍提升 就是连锁反应 恭喜许先生 斩灭巨人虚影 实力大尽 护国剑圣有些羡慕 恭喜道 斩灭了敌人的同时 自己的境界还能立地提升 就跟打怪升级一个道理 令人羡慕 剑圣先生找回了同伴 同喜 许奇记笑着回道 说把他伸手一点 气运精神散去 将被保护的剑圣同伴 交还给对方 剑圣伸手祭出一件盾牌撞法器 将两位同伴接住 是啊 找回他们俩 我心里也算松了口气 否则他这一生 都会有罪恶感 感觉自己抛弃了同伴 终生念头不得通达 许先生 我的同伴还需要治疗 得先行一步 接下来的秘境探索 就由许先生 您自己拓展了 剑圣托起两位同伴 对着许奇记拱手道 救人要紧 回头我将探索秘境的收获 积一份给剑圣先生 许奇记笑道 最重要的宝物 神谷已经到他手中了 到时候 秘境中翻找出宝物的话 他也不会全吞了 会给剑圣留一份 毕竟这秘境 是剑圣和同伴们找到的 门也是他开的 以许奇记的性格 不会做出独吞所有宝物的事 毕竟他有那么多小号 每个小号都能抠出不少宝物财产 他不缺钱 探索宝物也是为了和画眉度蜜月 玩玩寻宝游戏 是夫妻间的情趣 剑圣本想拒绝的 他一个圣誉小萌星和许奇记 以及身后一群的武神 站在一起 压力好大的 但许奇记一再坚持 剑圣只得硬下 随后他带着同伴 先一步赶回 待外人离开后 画眉伸手 轻轻握住许奇记的手臂 刚才融入的那骨头 对你不会有影响吧 画眉女士不用担心 那是神谷 是九阶强者掌握空间的器官 那神谷现在已经认许奇记先生为主 真是个神奇的世界 赢甲女子安慰道 他也感觉到了 这个世界规则的神奇 在这个世界 九阶武神临死前 完全可以将自己的神谷掏出来 炼制成空间法器 继承给下一代 没错 我感觉自己和空间属性的亲密度 更上了一层 许奇记轻轻握紧拳头 在虚空中轰出一拳 空间碎裂 裂出一样小小的空间裂痕 很细小的裂痕 甚至连空间都没有打破 仅仅只是在玻璃上 砸出小碎痕 都还没有达到漏水标准的那种 在许奇记一收手后 这空间裂痕就自己恢复了 就像是在嘲讽 许某人空间震动威力的弱机 但这确实是空间的力量 融合了神谷后 神谷会让许奇记的身体 也渐渐进化 最终进化成完全适应 空间法则的武神之躯 到时候 许奇记一拳下 空间就不只是 列出这么一条细缝 而是得乖乖打开一个空间通道 通往他想要到达的地方 越是和空间属性契合 就能打得空间越痛 打开的空间通道越完美 从这方面来讲 空间属性是爱得越深 打得越痛 见到这一幕后 边上的银甲仙子几人 就悄悄在这个世界 留下了坐标 这个能将神谷 都化为遗产继承下去的世界 未来他们一定能用上 万一捕捉到敌方武神 说不定能通过这个世界的规则 将对方的神谷 给掏出来 化为能继承下去的遗产 神后 小师妹望着许奇记 手臂中的神谷 许先生现在继承了神谷 稍稍掌握了空间法则力量 那接下来 再将原神寄托到虚空 那不直接具有了武神的性质了 空间规则 原神寄托虚空 再加上许奇记气运 功德精神提升的强大战力 妥妥就是武神的模板 到时候 许奇记和武神间唯一的区别 便是寿元生机方面的差距了 武神寿元漫长无比 远超胜誉 其漫长的寿元 要以一年为计量单位 如果没有在战斗中 大量施展燃烧寿元的手段 那武神的寿元 几乎很难老死 从古至今 陨落的武神 大多是经历了大战 燃烧寿元后才陨落的 鲜少有武神 是真正因为寿元耗尽而亡 有这样的基础 许先生晋升节仙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赢甲仙子 又望向自己的师弟 和商团联系上了吗 能不能尽快安排 元神寄托虚空套餐 钱不是问题 他希望在许先生回九届前 将元神寄托虚空这事搞定 这也算是给许先生一个保命符 哪怕肉身死亡了 元神寄托在九届外的武神虚空中 只要付出一些代价 就能重新凝聚新的身躯 和九届内规则不同 在九届外 一旦达到武神境界 那就很难被杀死 除非有着能直接逆斩虚空 将肉身和寄托在虚空中的元神 一同斩杀 但想逆斩虚空 可没这么容易 武神虚空 本来就是保护元神之地 没有足够锋利的实力 根本无法伤到虚空中的元神 斩武神的肉身意 但想斩元神就太难了 已经联系上了 而且我们的运气很好 他们团队明天就有一个 元神寄托虚空的仪式 正好有一个多余的名额 所以给我们打了八折 师弟面露喜色 这种好事情可不容易碰到 以往别说是打八折了 想邀约一个元神寄托虚空的名额 都得约好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想提前 就得加钱 赢甲仙子有些不敢治 还有这等好事 你没联系错商团吧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对方竟然还会给打八折 我反复确定过了 商团和团队都没错 师弟保证道 看来是对方卖了面子 赢甲仙子微微一笑 然后上前对许奇祭道 许先生 我们约了团队 明天就进行元神寄托虚空仪式 你方便不 明天就直接寄托元神 虽然有些急迫 不过对我来说倒是好事 毕竟我的时间也不多 许奇祭回道 九届现在乱成一团 她也希望自己再回九届前 尽可能地提升实力 那就这么定了 赢甲仙子对着师弟点头 让他确定订单 之后 有着第一顺位继承人权限的许奇祭 将巨人王的秘境 巡游了一遍 取走了不少巨人王的遗物 巨人王的身躯 被他暂时安置到了宠物世界中 他之前那一件 直接将秘境展开 连巨人王安置躯体的密室 都被斩断 无法再隐蔽 如此一来 巨人王的身躯 就不适合继续放在秘境 许奇祭准备再试一花姐弟世界 再寻找个合适的地方 重新整一个秘境出来 将巨人王重新下葬 又或者将他带到巨人界去 在巨人界为他寻找一处宝地 离开秘境后 赢甲仙子亲自出手 利用神境阵法 将这处秘境隐蔽起来 说不定未来 许奇祭会带人过来 将秘境修复 然后将巨人王安置回去 所以 这处秘境 也不能让别人破坏了 一切准备就绪 许奇祭带着化媒 回了护国建圣府一趟 将本次收获中的一些宝物 交给建圣 完成和他的约定 同时 他又悄悄为诗一花姐弟 留下了两支药剂 有这两支药剂在手 未来哪怕没有大法则 是一花姐弟 也能和建圣一样 靠着巨人之力 晋升圣御境界 虽然还有很多 亚圣的宝藏没有探索 不过时间有限 等下次吧 许奇祭牵着媳妇的手 有些遗憾 他没有用分身去挖宝藏 毕竟这些宝藏 都是他用来培养 夫妻间情趣的道具 用分身去挖的话 不够浪漫 四日 在银甲仙子的空间门传送下 许奇祭被送往到了原神寄托虚空 仪式所在的特殊世界 梦界 梦界是一个不算很大的 界 体型在诸多界中算是中等偏下 不过 它是个很特殊的界 它和万界中的大部分世界 都相互联通着 界的壁 很模糊 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模式吗 许奇祭一路上听到银甲仙子对梦界 得介绍后 心中一动 梦界可以说是万界中的友谊花 每个界都受到他的影响 许奇祭也想成为九界中这等存在 所以 听完银甲仙子对梦界的介绍后 他就对梦界很有好感 不过到时候 原神寄托虚空仪式开始 我需要做什么 许奇祭询问道 马上就要进行仪式了 他总得做些准备 你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牢牢守住自己的元神 其他的 都交给专业人士来操作 他们会想办法 将你的元神提前送入岛 武神虚空中 然后强行为你在武神虚空中开个家 让你的元神寄托进去 银甲仙子解释道 其实 他也不太清楚 专业团队要怎么操作 这是人家的商业机密 自然不会轻易泄露 每位参加过元神寄托虚空仪式的客人 全程也都是萌萌状态 不过有一点需要提前和许先生你提一下 正常情况下 元神寄托虚空 需要借助九阶天节的威力 将修炼者的元神送入到武神虚空 但由于许先生 你们是提前寄托元神的 所以 专业团队会手动制造一波堪比九阶天节威能的助力 到时候 声势会有点庞大 许先生稍稍有个心理准备 不要过于惊慌 整个过程安全可靠 不用担心意外 银甲仙子叮嘱道 我大概知道了 反正我只要谨守本心 护住元神 其他的都交给对方处理 许奇迹点头 就是这样 银甲仙子笑着引导许奇迹进入梦界 梦界是个神奇的地方 四处充满着仙灵之气 虚幻 扭曲 光怪陆离 水与火可以纠缠在一起 上河下可以颠倒 梦界的生物也是长相奇葩 超出想象的极限 但它又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 会遵循某个规则运转 跟紧我 许先生 千万不要迷路 在梦界走丢的话 哪怕是我想再找到你 也会很困难 银甲仙子的声音响起 两人在梦界中行走了一段路后 银甲仙子带着许奇迹 钝入到一根柱子中 柱子内 有一些看起来很专业的人员 正在忙碌着 当许奇迹到达时 他们搬出了一个个古典炮筒状的武器 一字排开 共五个大炮 每一个的炮管上都铭刻着复杂的符文 许奇迹盯着这些符文看了地儿 就感觉有点头晕 眼睛不太舒服 这些符文里寄存着高等级的力量 如果不是许奇迹适应了祖法则和传承 稍稍看一会儿就会直接陷入昏迷 这些大炮什么作用 许奇迹疑惑到 同时他心中涌上一个不妙的预感 隐隐猜到了一个可能 但他又本能地想抗拒这个猜测 故有此疑问 是将我们的元神 送入到武神虚空中的交通工具 这时 许奇迹边上响起了一个威严的声音 这声音中拥有震魔之力 令人心安 许奇迹一转头 便看到一尊石狮子正在开口 他和银甲仙子入门时 便发现了这石狮子 但一直以为对方是装饰 结果人家一开口 才发现原来是活物 而且和他一样 是本次元神寄托虚空 仪式的顾客 果然如此吗 许奇迹望着那五发大炮 心塞塞的 倒有你莫要一脸绝望的脸色 其实我们这一届 比上一届要好多了 石狮子出声宽慰道 这回至少还是正经地 将我们的元神 装入到炮筒中发射 据我所知 上回的仪式 是直接将元神绑在一团雷结之上 借助雷结爆炸的威力 强行送入到五神虚空 许奇迹 每回式的花样都还不一样 据说 五神虚空有自我修复bug的功能 所以 每回偷渡到五神虚空的方案 用过一次后 第二次就无法使用 bug会被修复 这也元神寄托虚空服务费 越来越高的原因 人的办法总是有根线的 未来说不定哪天 送元神的团队将狼裁进 想不出新的送人手段 那这个服务就终结了 石狮子很善谈 热情地为许奇迹介绍一切 这么听起来 这次的运气 的确比上次要好 许奇迹望着五枚大炮 为了提前一个境界 将元神寄托到虚空 被大炮发射一次也值 英雄所见略通 我也是这么想的 石狮子狡鞭 一只九尾狐嬉笑着道 他也是本次的雇主之一 还有两位客人是谁 许奇迹问道 接下来是要一起被送上天的 同患难前先脸熟一下 其实只剩下一个名额 还有一位和道友一样 是人族成员 至于为什么会有五门大炮 是因为会有一位工作人员 和我们一起进入五神虚空 为我们在虚空中 打出一个容身之地 送我们的元神 寄存在虚空中 原来如此 正思所见 那位人族客人 和工作人员一起 向着许奇迹方向走来 还没靠近 便有一阵阵生机扑面来 那生机的源头 正是那位人族客人 他的境界 和许奇迹等人一样 都是八阶圣域境界 但他身上的生机 却比许奇迹等人 要强出数千倍 所过之处 万物复苏 梦界的地面上 都长出一片片青草 鲜花发芽 这位修炼的是什么法门 这浓郁的生机 同境界内 恐怕没人 会比他活得更久 似乎是看出了许奇迹的疑惑 银甲仙子悄悄传声道 这位应该是神道信仰 细的修炼者 这一脉的修炼者 汇聚信仰风神 按照掌握的神职不同 会拥有一些神意的全能 从他浓郁的生机和表现来看 他掌握的神职 应当是丰收 新生之类的领域 这一类属性的神道信仰修炼者 一般与人为善 不会轻易与人交恶 对他们来说 信仰之力 才是最重要的 对面 这位丰收神职的修炼者 也同样注意到了 与众不同的许奇迹 他因为神职的加身 在圣域境界时 就接触到了武神生机 寿元生机远超普通圣境 而许奇迹身上 似乎也拥有超越普通圣域 接触到了武神级别的力量 再一细看后 许奇迹身上九界之主的 印记闪烁 原来是九界之主道友 对面的修炼者 对着许奇迹露出善意的笑容 我是弗雷 接下来的《原神寄托虚空仪式》中 九界之主道友请多关照 至于边上那位工作人员 是一位戴着燕子头套 身穿短裙的女子 许奇迹不是很确定 这位工作人员的性别 对方身上唯一能确认性别的地方 就是这一身短裙装扮 其余的地方 她和人类男子基本没有区别 连面貌和头发都被燕子头套掩盖 你们好 四位客人 我是本次负责带大家前往武神虚空的燕子 请四位跟我来吧 送行的家属可以在休息室稍稍休息 用不了多少时间 燕子对着赢甲仙子微微一笑 提醒道 这也是他们团队的保密措施 不会允许任何外人进入原神寄托虚空一世 的场地内 甚至连神识也会被屏蔽 我能理解 赢甲仙子微微点头 身行后退 燕子带着许奇迹四人往仪式现场行去 当走到一半时 许奇迹便感觉自己的身体穿过了一层结界 这层如水墓一样的结界拥有着幻术的功能能阻隔外界的视线 除了那五门排成一排的巨炮外 许奇迹等人之前在外面看到的 忙碌的团队成员都是假象 仪式现场的确有工作人员 但他们并没有在忙碌 反而一个个像是在看好戏一样磕瓜子 还有人在负责记录接下来的仪式 扛着类似摄像机一样的东西 准备好了吗 各位 一位像导演的人举着个扩音筒 对着许奇迹四人喊道 燕子举手回道 都准备好了 许奇迹 你们还不如放幻象 让我们继续看工作人员很忙的画面 这样我们内心也能踏实一些 一会儿被装入到炮筒中 也能感觉到一丢丢可靠 弗雷先生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幕吗 许奇迹小声问道 毕竟这位生机神职 的弗雷先生 是和燕子一起从里面出来的 没有 我也是 现在才看到这结界内的真实场面 之前 我只是在补交一笔 手续费为款 所以我是刚从财务室里出来 弗雷先生不好意思道 和几位不同 我选择的是分期付款 本来约好为款 是一个月后交付的 结果这次的原神寄托仪式提前了 好在我这边也提前准备好了尾款 才正好交足能源时 还有分期付款这种服务 不愧是专业团队 许奇迹感慨道 毕竟一次仪式要支付的能源时 数量庞大 我这边也是积蓄了上千年 才凑齐费用 石狮子唏嘘道 道是九届之主先生 你才刚晋升圣域 竟然就身怀巨款 令人羡慕 九尾狐声音妩媚 令人骨头发酥 许奇迹暗暗记下这种声调 回头问问 话媒能不能发出这种声线来 在她的印象中 话媒以前还为她配过音 能掌握很多种不同的声线 想想就刺激 其实我自己是没这么多钱的 之所以能有幸参加这次的仪式 是后面的仙子 给我的经济支援 许奇迹笑道 石狮子倒抽一口凉气 那位赢假仙子 竟然肯为许奇迹 付出这么一笔巨款 软饭这东西 可真香啊 石狮子望着许奇迹的目光 变得羡慕起来 如果可以的话 她也想吃这么一口软饭 这可是省去了 她上千年的努力啊 我记得许先生 你在险胜的时候 是和道吕一起肚截的吧 弗雷先生也很震惊 在有道吕的情况下 身后的赢假仙子 还愿意给许奇迹付这笔巨款 这就很干 许先生这口软饭不仅香 而且还是软饭硬吃啊 不愧是道号为九届之主的男人 别人最多是海王 这位可是要成为九届之王啊 许奇迹 我总感觉 你们三个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这时 燕子带着四人来到了炮筒下的五个驾驶舱撞前 四位客人 接下来请大家进入驾驶舱 在里面的座位上坐下 并系上安全带 请一定要系紧安全带 为了生命安全 也为了你们的家人 许奇迹望着这椅子 以此整体 安置在一个圆筒状的驾驶舱内 驾驶舱内 还有一些显示屏 摄像头之类的东西 看起来很先进 但再怎么高科技 也掩饰不了 它们看起来像是炮弹的事实 请问 元神寄托虚空的仪式 不是应该将我们的元神 发射到五神虚空的吗 那为什么需要 将我们的肉身也装进去 石狮子提问道 他的问题 也是许奇迹三人心头的疑惑 说好了是元神寄托虚空 和肉身应该没关系吧 当然 我们的仪式 主要是将各位的元神 送入到五神虚空 诸位的肉身 这次所扮演的 只是弹壳的角色 一会儿一事开始后 炮弹会装入到炮筒中 通过我们提供的强大助力 推动加各位肉身的配合 开炮后 各位的元神 会被推入到弹头中 发射出去 而各位的躯体 会和驾驶舱一起留下 从炮筒中退出来 燕子耐心地解释道 许奇迹 总感觉好随便 但又感觉好专业的样子 这是矛盾的聚合体 请各位放心 寄托元神道虚空这种事 我们是专业的 从业这么久来 我们送上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 目前为止 成功率是100% 至今仍未尝一败 燕子说到这里时 语气都带着骄傲 另外 我也会和大家一起进入炮筒 大家只要跟着我做就好 石狮子略意思索 又问道 话说不能将我们五人 用一个炮筒发射出去吗 五个人在一个炮筒里 会不会更安全些 燕子摇了摇手指 你错了 寄托元神道虚空的过程中 必须要将你们分开 你们也不想 到时候发射到五神虚空后 你们的元神 却和别人的元神 混到一起吧 原来如此 石狮子点了点头 它第一个 跳入到驾驶舱内 谁来帮帮我 它是狮子模样 既安全带这种事 对它的爪子而言很困难 你还不能化形吗 燕子一脸疑惑 来的都是八阶圣域存在 化形这种事 应该很容易吧 我感觉我自己的形态 比人形更舒服 修炼起来也更快 凭什么要化为人形 而且对我们来说 人类的模样 其实蛮丑的 石狮子道 许七记 所以你 一直以看丑逼的眼光 在看着我们吗 这是你说的 可不是我 石狮子哈哈一笑 许七记上前 帮助石狮子 用力系紧安全带 然后他自己也找了个驾驶舱 钻入其中 牢牢系紧安全带 这种事 燕子反复强调 他自然会多留个心眼 说不定 在将原神发射出去的时候 这安全带 也能起到保护措施 九尾道友 需要我帮助吗 边上的弗雷 见许奇迹帮石狮子道友 于是便转头朝着 同样式兽型的九尾问道 好啊 谢谢弗雷道友 九尾轻轻一跃 跳入到驾驶舱中 弗雷上前 学着许七记的模样 认真地给九尾系紧安全带 然后他和燕子 也各选了的驾驶舱进入 随着五人 全部系好安全带后 驾驶舱关闭 屏幕亮起 五人可以彼此 看到对方的模样 准备好了吗 燕子出声道 OK 许奇迹回道 其余三人也各自点头 那么 上炮堂 燕子下达指令 有工作人员跑了过来 手动将五个炮弹驾驶舱 装入到炮筒中 九尾狐笑着问道 这么手动 这一步不能现代化一些 这样有仪式感 而且炮筒上的很多阵法 需要手动激活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意外 燕子认真回道 哪怕出了一丝意外 都会导致连锁反应 从而影响他们团队百分百的成功率 炮弹驾驶舱装弹完毕 许奇迹感觉周围的能量令它有些发闷 这时高强度的能量汇聚 并被点燃 驾驶舱进入炮筒内 滑入到带发射位置 瞄准五神虚空 计算五神虚空五处弱点 锁定坐标 燃料无问题 炮筒阵法检测完毕 一道道指令 以及反馈声 在许奇迹等人的屏幕中传出 显得很专业的样子 许奇迹等人 还可以通过屏幕画面 看到炮筒锁定五神虚空的画面 炮筒对准的是天空 但通过梦戒天空的戒魔 许奇迹等人 隐约看到一片至高无上的虚空残影 那片至高虚空 普通修炼者 轻易间无法接触 就连连九阶强者 正常情况下 一生也只有一次 接触到这片虚空的权限 就是在九阶强者渡劫后 晋升五神的那一刹那 将自己的元神 寄存到这片虚空中去 之后如无意外 普通的武神 终其一生 也无法再从外界 破开到这片虚空 哪怕是那种 逆斩虚空的秘书 也是通过对手肉身 和虚空元神的那一丝连接 通过因果之类的手段 逆斩对方的元神 而不是闯入到武神 虚空中 挖出对方的元神 然后再将元神砍掉 发射 耳畔传来了那位导演 浑厚的声线 轰轰轰至一连五响 五支巨大的炮筒 点燃后齐发 许其绩只感觉自己的驾驶舱 受到剧烈撞击 就跟隐星撞击世界一样 这种撞击 是真正的蔑视轰击 这种猛烈的撞击 连一些肉身弱些的圣域 都很难扛住 边上的九尾 和弗雷先生口鼻中 都溢出血丝 石狮子身上 也出现一些裂痕 许其绩倒是能撑住 从掌握至尊巨人法则后 他的肉身强度 在同等级中 就算顶尖 更别说之后 他还融入了神骨 让他的身体 朝着五神之躯蜕变 所以 他只是被震得有些发猛 甩了甩头就恢复过来 但他一甩头的时间里 就感觉原神被从身体中震出 震入到了弹头里 身体和原神分离 原神强行出鞘 和弹头一起 被发射出去 但有趣的是 许其绩发现自己原神出鞘后 身体竟然还有意识存在 可能是因为 他有很多分身小号的原因 所以 哪怕原神出去 体内依旧会有 意识 说不定 就算他的原神被人弄死了 他的肉身和意识 也能活蹦乱跳 最多不能像普通修炼者一样 肉身原神共修 转而走纯修肉身的路子 温尔盼想起阵阵瘟鸣 这是原神和弹头 被一起轰入梦界建模 即将破开世界壁 强行挤入到武神虚空时 弹头和世界壁摩擦的声音 开 这时 燕子的声音响起 他所在的弹头 在前面开落 随着他一声轻贺 炮弹上所携带的 那堪比九阶天节威力的能量爆炸 模拟出九阶天节的流程 借助这一流程 梦界和武神虚空 短暂地连接到一起 就是这短短一刹那的时间 燕子所带的弹头 连同许奇记四人的弹头 一起撞入到武神虚空 弹头最终 卡在武神虚空和世界壁之间 许奇记等人的原神 则被弹头喷了出来 成功入侵到了武神虚空内 就这么简单 九尾有些震惊 整个过程 比他想象的要轻松得多 有种我行我也能上的感觉 如果你以为整个过程就这么简单 那就错了 石狮子的原神打了个滚战气 如果真有这么简单 世界上就不会只有燕子女士 他们的团队 在经营这个项目 在他们能看到的之外 这个专业团队 肯定还布置了很多东西 连那五个炮筒 都是精心制作的 一环扣一环 甚至石狮子怀疑 整个团队的背后 还会有一位超强的存在 再照着这个团队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不过具体细节 请允许我们保密 商业机密 不外传 燕子轻轻一笑 然后道 那接下来 请各位在这个世界 随机选一个地方 我为大家开个寄托 元神的坑 加 随机选 这样的话 会不会一个坑打下去 正好打到其他 在虚空中寄托的元神 许七记有些担心问道 万一他们不小心 挖出老前辈的元神 怎么办 会不会惹恼老前辈的元神 出手将他们挥挥了 甚至 他们自己未来会不会也可能 被别人挖出来 如果他们正好在新的武神虚空中 做一些私密的尝试 突然被挖出来 会不会很尴尬 石狮子 你这么一说的话 我就感觉很有兴趣啊 要是真能挖到某个前辈的元神坑 就跟中甲一样刺激 你们想多了 燕子摇了摇头 很遗憾 这个bug被武神虚空修复了 如果是以前的话 说不定运气好 能在这个无限的武神虚空中 挖到其他人的元神坑 但现在 元神寄托到虚空中后 就会被武神虚空的规则 转移到更深处 再也无法被用打坑的方式挖出来 这个bug已经没了 武神虚空这么智能的吗 弗雷先生又好奇问道 那如果是刚打出来的坑 还没完全掩盖 能被挖出来吗 这点我们还真没试过 不过我们这边不建议尝试哦 请 燕子提醒道 请你们不要因为好奇 去挖彼此的坑 否则后果自负 万一出了意外 导致自己的坑完蛋了的话 想要我们再挖个新坑 给加钱的 所以为了安全 我们四个人的坑 还是得分开比较妥当 还不能让对方知道彼此的坐标 石狮子理解道 赞同 弗雷先生笑道 我也是这么认为 九尾附和 放心吧 我再挖好一个坑后 会进行随机转移 再去挖下一个坑 不会让你们知道彼此的坐标 燕子出声解释 他们可是专业的团队 至今为止百分百的成功率 一切要预防的事项 他们团队都会提前预防 你们稍稍退后 我先为你们开第一个坑 说吧 燕子元神撸起自己的袖子 手肘上纹着一片的金龙纹身 替他纹金龙的人 一定不是合格的纹身师 这些金龙交叠在一起 混成一团 完全没有一丝美感 出来吧 龙牙 燕子元神伸出右手 手掌下沉 对准武神虚空的一片空地 一声声龙令响起 随后有两条金龙 从他的手肘上飞出 狠狠撞击在武神虚空中 在一阵轰隆隆的爆炸声中 武神虚空被轰出了一个 巨大无比的坑洞 三世一听 可不是说说而已 燕子是真的给开出个 150平面积的大坑来 宫克人的元神寄托其中 随着金龙消失后 燕子手肘上的纹身金龙 也少了两道 原来这些纹身 就是用来在武神虚空中 开动的方案 许七记 刚才那两条金龙的攻击 威力甚至超过了 武神的程度 很接近足 级别的威力 燕子女士手上的 这些金龙纹身 每一发都有这样威力 回头要不要问问 燕子女士 是在哪弄的纹身 纹身卖不卖 许七记有些心动 搞定 那么第一个坑 谁先来 燕子转身问道 许七记四人 和寿对视了一眼后 我先来吧 石狮子第一个站出来 我的元神比较强大 正好可以给大家 演示一遍过程 让大家有些惊艳 石狮子不仅善谈 心态也好 行 燕子随意回道 石狮子元神活动了一下 轻轻一跃 跳到坑洞中 抬头叫道 燕子女士 接下来 我要怎么配合你 不用 你只要待在里面别动 其他的都交给我来 燕子女士的 面具上弹出个 笑得表情符号 接着 他掐了一个法掘 石狮子坑洞上方的虚空 开始缓缓恢复起来 就跟加了个屋顶 又像是陷阱上 被覆盖上了一层土 由于坑洞的面积 至少在150平以上 天花板恢复起来没那么快 这主要也是为了燕子女士的下一步操作 在坑洞屋顶开始覆盖的同时 燕子女士又伸出自己的右手 右手上同样有一条金龙飞出 落在石狮子坑洞上空 金龙没有进入坑洞内 只是从龙身上不断地有金色光辉降落 洒在石狮子身上 片刻后 从石狮子身上有一道投影状的力量 落在金龙身上 搞定 燕子女士停止施法 他轻轻合掌 金龙像是中转器一样 将石狮子的投影传出五神虚空 传回到他远在现实的肉身内 这是元神寄托虚空的最后一步 从今往后 石狮子的元神会留在五神虚空内 但这道投影会代替元神 和躯体融合 自此 元神不灭 石狮子就不死 燕子女士 这金龙是负责 将我们元神的投影传回到身躯的法术吗 那未来 如果金龙消失的话 我们的元神投影怎么办 弗雷有些担心问道 万一躯体出了意外 躯体中的元神投影被打散 然后五神虚空中的金龙又消失了 他们要怎么将元神投影 重新投入到躯体中 不用担心 金龙只是起到引路的作用 一回生 二回熟 金龙给你们示范一遍 元神投影的路后 下一次 你们就能自己将元神投影到躯体 这本来就是 元神寄托虚空的标配能力 不过你们是走了捷径 所以没有渡劫后的 天地教学流程 我们才用金龙来手把手教导 燕子女士解释道 有了她的解释后 众人才都放心下来 没错 我感觉自己的确掌握了元神投影躯体的方法 坑洞中 石狮子点头确认道 那么 石狮子道友尼且 好好待在这里 等着上方坑洞填土完成 在此之前 千万不要四处走动 燕子女士叮嘱道 我晓得 石狮子严肃道 她可是积攒了上千年才攒够零食 自然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 燕子点头 那么我带 其余三位道友 先去另一处开坑了 你们是通过特殊方法 进入武神虚空的 如果不早点 将你们的元神埋入坑中 说不定会引起武神虚空的排斥 说吧 她又激活秘法 带着许奇迹 九尾狐 弗雷先生 进行了类似空间转移 得手段 三人的身影 从石狮子面前消失 再次出现时 已经看不到石狮子的位置 接下哪位道友入坑 燕子重新在新地盘开了的坑 望向许奇迹四人 我来吧 九尾狐五妹一笑 她的元神强度 是四人中最弱的 比起许奇迹这位新晋的圣誉 还要弱几分 所以 她在武神虚空中 感觉到了排斥也最大 所以得快点入坑 我没意见 许奇迹道 我也是 弗雷先生露出憨厚的笑容 九尾狐入坑 之后的程序和石狮子一样 腹土 金龙引鹿 再接着 是弗雷 最后才输到许奇迹 许奇迹之所以选择在最后 是因为她想做一个实验 她想试试在武神虚空 中 能不能开启自己的奇迹之门 如果能的话 她开个门 岂不是能直接将化眉的元神也接进来 不过因为 担心自己的实验会干扰到其他几位道友 也不想让其他人察觉到自己的实验过程 所以 她准备最后一个入坑 如此一来 在她的坑洞快要关上前 其他几位道友的坑 应该早就填好 不再有后顾之忧 她就可以放心地开始实验 燕子女士自然没意见 她只是负责将这四位客人送入坑中 顺序什么的 和她无关 不过许奇迹作为最后一个入坑的 也是有奖励的 比如她的坑面积 比前面三位都要大一些 因为燕子女士将剩余的所有力量 都灌入金龙中 反正这金龙能量也带不回去 不如给许奇迹挖个大坑 其他人是150平的心房 许奇迹这边是200平方 挖坑 金龙引路 许奇迹感觉自己的元神中 有一道投影的力量被引导出来 投入到自己现实中的肉身中 这种感觉很玄妙 有种自己的本体 似乎都变成了一个分身的错觉 那么 九界之主先生 你的元神也好好在这里待着 我得先撤出武神虚空了 如果出了意外 你的元神寄托虚空 就得等下一次机会 所以 请珍惜机会 燕子临走时 依旧照例提醒道 每个坑田完前 她都会这么讲一遍 许奇迹之前已经听了三遍 我晓得 燕子女士请放心 许奇迹点头道 燕子女士面具上 弹出个笑容表情 随后她的身形消失不见 从武神虚空 终撤出 回归梦见 梦见终 随着燕子女士元神回归 五个大炮筒里的 弹壳驾驶舱被退了出来 匡匡匡致一阵闷想 驾驶舱一个个开启 燕子女士带头 许奇迹和其余三位客人 跟着从驾驶舱中爬出 此时 她们所有人都完成了 原神寄托虚空的流程 原神也已经成功投影到躯体 又是百分百的成功率 燕子女士很满意 自己团队交出的成绩 我头顶的屋顶 已经快要覆盖完成了 主委 我正好心有所悟 接下来 需要找个地方闭关一趟 大家后会有期 石狮子人力而起 对着许奇迹三人 做出败礼的动作 我这边也差不了多少 九尾腰扭动身躯 露出妩媚的笑容 我也先走一步 弗雷健壮 也笑着和许奇迹道别 最终 就留下许奇迹一个人 你们就不等 武神虚空的坑田玩吗 一个个的都这么心结 就不怕武神虚空的坑出问题 打完预防针 还得留在医院 看个四十五分钟呢 因为他们都相信我们的技术 而且我们隔几天 会有个售后回访活动 确保大家的状态 我们可是专业的 燕子女士语气中充满着自信 许奇迹原来如此 那九届之主先生 你要留下来休息会儿不 你是最后一个入坑的 可以等武神虚空的坑洞顶部 覆盖更多面积后 再走不迟 毕竟 你的面积也比较大 燕子笑道 那我就稍稍再多等会儿 对了 燕子女士 你之前那一首金龙纹身 有的卖吗 许奇迹随口一问 她对燕子女士 那一首纹身很感兴趣 威力巨大 拥有接近阻击的攻击力 而且对武神虚空有特攻 可以直接轰开武神虚空 在其中开坑 你对纹身有兴趣 这东西倒不是不能卖 以前从来没有客人对它感兴趣 我们也没有个定价 如果你想要的话 我问问团长价格 在我们这里 就没什么东西不能卖的 只要价格合适 燕子女士回答得很干脆 他们属于万界商团 虽然主攻原神寄托虚空这个项目 但卖东西 他们也擅长 行 那燕子女士帮我问问 价格合适的话 我想整一些过来防身 许奇迹西虚道 接下来 她回九届后 需要直面强大的对手 如果有大量阻击的攻击防身 心里也更有底线 那你在这里稍等 一会儿我给你报个价 燕子女士摆了摆手 往导演 得方向行去 导演就是他们的团长 另一边 武神虚空中 许奇迹的元神 在自己的窝中 成功开启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之门 无家之门 甚是牛批许奇迹 本来也就是个实验 结果自己家的奇迹之门 如此给力 这门开得毫无压力 她可以感觉 奇迹之门在武神虚空中 能直接连通到现实 消耗比起从九届 跨界到九届外 还要轻松些 目前奇迹之门的消耗 跨九届消耗最大 跨武神虚空次之 九届内的跨一届 轻轻松松 不过这功能 我得谨慎些使用 免得武神虚空 发现了这个bug 将它修复了 武神虚空太过于智能 许奇迹可不敢轻易尝试 到时候 拉自己媳妇的元神 入虚空前 他得再顺手 拉几位重要的人进来 想到这 许奇迹小心翼翼地 将奇迹之门关上 然后默默等着 头顶的屋顶 盖上 正当他元神 无聊坐等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了 很远的地方 有细微的能量波动 许奇迹肉身中掌握着神谷 此时 因为他元神寄托到了虚空中 神谷的威力被激活 许奇迹感觉自己能跨空间 听到一些声音 那是一个咬牙切齿的声音 九尾 找到你了 弗雷 是你 你想干什么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想干什么 哈哈哈哈 给爷死 三千年了 我等了足足三千年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龙玉的生机 和强大的妖力 从远处传来 一直传到许奇迹的位置 许奇迹 听情况 是弗雷先生和九尾妖对上了 而且巧的是 九尾妖所在的坑洞位置 正好在许奇迹神谷 跨空间监听的范围内 弗雷先生 和九尾妖之间有仇 之前完全看不出来啊 甚至在进入驾驶舱前 弗雷先生 还温柔地替九尾妖 系上了安全带来着 等一下 不会是弗雷先生 在系安全带的时候 在九尾妖元神上 留下了坐标吧 九界外的人心 还真是复杂路好滑 他有些怀念 民风淳朴的九界 要知道在九界 哪怕他打入神族 巨人族内部 神使和巨人使者 待他都如亲人一样 甚至连名使 待他小号都不薄 许奇迹思索之际 通过跨空间 感应到的生机和妖力 已经剧烈碰撞起来 九尾妖元神 本来在四人中就最弱小 他的元神可能出过问题 正因为如此 他才想要提前将元神 寄托到虚空中 免得在未来度九界大劫时 元神在天结中 化为飞灰 所以 属于九尾妖的妖气 在对抗中 明显处于下风 他的元神强度 本来就弱于浮雷 再加上对方有备而来 手中掌握着很多 专门针对元神 妖族 九尾一系的特攻技能 光是这一波 针对性的技术轰下 九尾妖的妖气 就削弱了七成以上 元神岌岌可危 许奇迹无法看到现场 只能听到一些声音 感应到一些气息 他只能从双方 元神气息上的强度 以及双方交战时的声音 来推断战斗的激烈和进展 三千年 三千年前我做过什么吗 九尾妖虚弱的声音中 带着惊恐 这可是他的元神啊 现在是没有肉身保护 最脆弱的状态 元神一死后 他的肉身就成了一具火死人 成为莫得灵魂的躯体 这对他来说反而更可怕 天知道他的肉身 会经历什么可怕的结果 他的肉身妖形 人形 半妖形三大形态 对人族妖族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毕竟他们一族 花容月貌是标准水平 你已经记得不得三千年前的事了吗 呵呵 也对 像你这种恶妖 又怎么可能会记得自己 每天所犯下的罪恶 弗雷的声音怒急而笑 他坚持了三千年的复仇 对方却连三千年前发生过什么都没印象 这更加令他愤怒 弗雷出手的力度加强了两分 一身的生机燃烧起来 靠着自身强大的 武神生机 他在八阶状态时就能施展 只有武神才可动用的燃烧兽源手段 燃烧兽源这种手段 是真正的拼命打法 威力根本没有上限 烧得兽源越多 爆发出来的攻击就会有多强 不打折扣 弗雷的生机旺盛无比 兽源燃烧起来也豪迈无比 一燃烧 就是上千年兽源 直接投入燃炉 你疯了 九尾妖发出尖叫声 他的妖力拼命催动 身为老牌的八阶圣域存在 他自然也是有自己的底牌 有着搏命一击 这一击的代价很大 他刚才正在咬牙 准备催动这一击来着 结果对面的弗雷比他更狠 直接就燃烧上千年的兽源 爆发出对他而言 绝杀的一击 他的搏命杀招 面对弗雷千年兽源的一击 就跟大车轮和蚂蚁一样 惨被碾压 弗雷千年兽源燃烧后的攻击 如同王道大士 直接将九尾的绝杀 他的元神全部轰灭 在九尾妖的元神被碾灭后 弗雷才发出笑声 疯了 嘿嘿 你以为我会给你机会 释放绝杀吗 天真 千年 甚至万年的兽源 只要能杀掉你 对我而言都无所谓 如果不是他受境界限制 只能一口气燃烧千年兽源的话 刚才这一击 他至少要投入三千年兽源以上 并不是他有命任性 而是他深知九尾一族的诡异 这一族在上古时期 是 神兽一族 天生拥有很多诡异的能力 不得不防 一千年兽源燃烧后的攻击 在弗雷看来都不够保险 好在 他成功了 一千年兽源 完全将九尾妖灭杀 看样子 他的元神的确受过伤 没有正常九尾族元神的强度 弗雷又打量了下九尾妖的元神坑 反复检测了一遍 确定对方已经神形拒灭后 他依旧不放心 继续催动强力法术 洗地式的九尾妖一百五十平的元神坑中 反复清扫了好几遍 一直到元神坑都被轰出一片淡淡焦黑痕迹后 弗雷才点了点头 差不多了 到这一步 他才确认九尾妖已经神形拒灭 做完这一切后 弗雷纵身一跃 跳入到即将关闭的九尾妖坑洞中 他自己的坑洞天花板 此时应该也快关闭了 等他回去的话 自己坑洞应该已经填坑 所以 从他选择从自己元神坑中爬出来 来干死九尾妖那一刻 就根本没想过要回去 要么杀掉妖尾妖 连他的坑都占了 要么死在九尾妖的法术下 生死到消 今天不是他死 就是九尾妖王 俩者只能活一个 结束了 师父 当年榨干你经历 让你生死到消的妖狐 我已经亲手诛杀 让他神形俱灭 唯一遗憾的 就是我没来及地让他知道 他是为什么要死在我手里 不过没关系 让他抱着疑惑死去 反而更好 弗雷的元神放松下来 仰躺在元神坑中 静静看着元神坑的天花板 三千年的恩怨终于了结 当年亲手将身为七阴的他养大 传授他神道修炼之法的师父 也能瞑目了 长长地叹了口气 弗雷的元神闭上眼睛 他和九尾妖之间的战斗 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但消耗巨大 元神之间的比拼 和肉身之间的战斗不同 元神间的比拼 更凶险 消耗的是元神之力 没有肉身的庇护 每次交锋 都得将自己的元神保护好 攻防一体 再加上他一口气 燃烧了千年寿元 战斗结束后 燃烧寿元的副作用 也如潮水涌来 他进入到了沉眠状态 战斗结束了吗 跨空间监听着双方战斗的许奇迹 已经清楚战斗的结果 看来是九尾妖死了 弗雷先生 获得最后的胜利 而且 弗雷先生 还占据了九尾妖的元神坑 在他的感应中 那巨大的生机 在战斗结束后 没有离开 反而一直守在原地 许奇迹不清楚 弗雷和九尾妖之间的恩怨 只是个纯粹的旁观者 对这段恩怨 没有发言权 不过 未来他和弗雷先生接触时 应该会多加个心眼 这位先生心机好华的 可惜了 我感应不到弗雷先生 原来的坑洞位置 否则 我现在就能通过 奇迹之门 拉一个元神进来 将弗雷先生的坑给占了 白得一个元神坑位 许奇迹心中 突然有些心痛 这个坑洞 很贵的 以石狮子老牌 剩余的资产和赚钱力度 都得花费千年 才能凑齐一个坑位费 石狮子可是老牌剩余 他千年时间能赚的能源 十数量 是天文数字 换算一下 这坑位比许奇迹老家房地产 还要可怕 修炼者终究也逃不过房地产的诅咒啊 正当许奇迹感慨之际 突然 他跨空间感应的圆九尾腰坑洞位置 有一缕妖气弥漫 很细微的一缕妖气 几乎很难察觉 凭空出现 许奇迹精神一震 这是九尾腰的妖气 他竟然还活着 明明之前已经神行俱灭了 而且 弗雷先生也洗地般地扫荡了几遍 这样都还没死 许奇迹暗暗将这种 经验给记下 未来他如果和九界内的组队上 哪怕将对方神行俱灭了 也不能放松 依旧得小心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之前九尾应该是被神行俱灭了 现在情况 难道是复活了 九尾莫非和猫妖一样 拥有九条命 又或者是身怀某种复活手段 死亡后还能复生 许奇迹无法前往现场查看 只能跨空间感应 心中猜测 复活这个可能性 他也得记下 回头有机会遇上莫先生 或是面具先生的话 就问问这世界上 有没有反复活的手段 直接斩杀敌人后 连敌人的复活手段 也毁灭的那种 九尾的妖气很淡 出现的位置就和生机并排 看样子 他重生的位置 也在坑洞里 但这旅九尾妖气太弱了 和庞大的生机比起来 九牛一毛 九尾妖气停顿了片刻 然后直接朝着生机扎去 这么刚 许奇迹有些惊讶 这是在以卵机时 哼 我就知道 你果然 没这么容易死绝 突然 弗雷先生的声音 爆炸般响起 原本在沉睡的他 突然瞪大眼睛 一身生机汹涌如海啸 我研究了九尾一族三千年 深知你们一族那种种诡异术法 早就防着你 弗雷一声怒吼 浑身气息爆炸 再次出手 但这次 他爆发的攻击竟然没有湮灭 那缕九尾妖气 那妖气扎在了生机上 如同寄生虫一样 开始吞噬生机 进入炸之机模式 疯狂压榨弗雷的生机 来强化自己 竟然还有续集 许奇迹这个吃瓜群众 细心地将两位的战斗记录在新 这些都将成为未来他战斗的经验 吸收后化为前车之剑 让他未来战斗中不会翻车 寄生 榨取生机 你以为这种手段 我会没有防备吗 当年我的师父 就死在这一招上 被你炸成人干 你的这一招 我早就破解了 弗雷剑自己被疯狂炸之 并不惧怕 九尾的这一招 是他苦心研究最久的一招 也是他最防备的术 从见到当年自己师父的死状后 他就一直在思索 破解这一招的手段 我这一戏属于丰收神职 拥有强大的生机 所以会被你的秘法克制 生机越是旺盛 面对你这专门寄生 吞噬生机的秘法 就越无抵抗之力 但是 你以为我这一戏 只有丰收神职这一脉吗 弗雷发出怪笑 下一刻 他身上那无比强横的生机 直接被剥离下来 丰收神职的核心 如同挂剑一样 被他摘下 紧接着 他一身的气息猛然转换 换成了衰败 毁灭的死亡气息 我这一戏 既有主治生机的丰收神职 也有主治死亡的天灾神职 你以为我是生机之神 其实我是天灾之神啊 弗雷用力拥抱 寄生在他身上的九尾妖气 原本正在吞噬生机的九尾妖气 突然一将 他吞噬的生机 突然转换成了死亡之气 九尾妖气 顿时变得虚弱起来 死亡之力 在他内部涌动 风回路转 弗雷先生的路滑 再次占据上风 他比九尾妖要多算一步 九尾妖气剑 无法吞噬到生机 反而被迫灌了不少的死亡之力 顿时转移目标 他抛弃了那部分 被死亡之力污染的部分 直接转移到弗雷先生 摘下的丰收神职核心 这部分九尾妖气 的确是九尾妖的某种复活手段 不过和生前不同 这部分九尾妖气 需要吸收大量的生机后 才能重新复活出一个九尾妖元神来 如果没有生机 那只能在漫长的时光中 一点点积攒能量 花上几千年复生 所以 丰收神职的核心 对它就有致命的吸收力 九尾妖气 全数灌入到丰收神职核心内 嘖 真是蠢妖 也对 你现在不是生前状态 否则的话 这么明显的陷阱 诡计多端的你 又怎么可能会中招 弗雷先生伸手抓起 丰收神职核心 这核心也是陷阱 是吸引九尾妖的诱饵 最终死在我师父的神职核心下 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弗雷用力一扔 将那生机核心扔出自己的心坑洞 丰收神职核心早就被它改造过 里面还积攒着等同几万年寿元的生机 等扔出去后 这枚核心就会将九尾妖的元神 妖气牢牢吸收 最后爆炸开来 So 丰收神职核心被用力抛出 飞出老远距离 九尾妖气感觉到不对 想要从核心中逃脱 但已经迟了 它被封印在了丰收神职核心处 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 威力不比之前燕子女士轰出的金龙弱 在这爆炸中 九尾妖气彻底湮灭 这次是真的连一滴都没剩下 属于它的元神 彻底被从世间抹去 只在现世留下一具无主的去巧 许奇迹的跨空间感应一直锁定着战局 同时也锁定那核心被抛出的位置 核心剧烈爆炸后 它这个无辜的吃瓜群众被炸的耳聋 吃瓜群众也不是这么好当的呀 许奇迹的元神掏了掏耳朵 再次跨空间感应 弗雷先生再次放松 不过这次它的气息化为了死亡能量 占据着九尾坑洞 而那枚丰收神职核心爆炸后的地方 留下了好几个小坑洞 太小了 这些坑洞都只有十几平大 无法开发成五神虚空房地产 许奇迹的感应能力微微扫过 咦 它的感应能力一顿 在爆炸的中心处 发现了一些碎裂的渣渣 是丰收神职核心的碎渣 其上还涌动着微弱的生机之力 这生机之力 对许奇迹有着不小的诱惑之力 如今的许奇迹身怀神谷 元神寄托于虚空中 此时 他和五神间的差别 只剩下五神生机 如果他连五神生机都凑齐的话 那现在处于圣域境界的他 和五神也没差别 许五神 喂 许奇迹有些犹豫 主要是弗雷先生 有些路滑过头 心机太深 所以他不能确定那些神职核心碎片上 会不会有弗雷先生留下来的后手啥的 万一他去捡了这些碎片渣渣 然后中招踩雷了怎么办 但是五神生机又好像 对已经拥有神谷 并且 元神成功寄托虚空的许奇迹而言 就如同饥饿三天后 遇上无法拒绝的美食 口水都下来了 机会很难得 许奇迹内心很清楚 这种蕴含五神生机的宝物 在九界外也是很罕见的东西 错过了这次机会 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遇上这种蕴含五神生机之物 赌一把吧 反正奇迹之门能开 如果神职核心碎片 尚会有灵魂能力之类的残余 就直接用灵魂放逐能力将它驱逐 人生在世 不可能一帆风顺 偶尔也是要出手赌一把的 想到这里 趁着自己的坑洞顶还没有关闭 许奇迹召唤出本命大宝剑 他的本命大宝剑 和普通的本命法器不同 普通的法器是实体特品 无法进入五神虚空 但许奇迹的本命大宝剑 是由精神力打造而成 甚至可以看成是原神的一部分 如此一来 都不用通过奇迹之门 本命大宝剑就能响应召唤现身 去吧 将那些核心碎片收集 许奇迹轻轻一抛 本命大宝剑搜得一下身长 剑刃顺着许奇迹跨空间感应到的作品 一直延伸过去 树西后 本命大宝剑的剑尖 抵达到了神职核心碎片区域 它身上一处剑孔中卷起一股犀利 吸引着地上的神职核心碎片进入剑孔 许奇迹也没想到 本命大剑能有这等操作 不仅是新兽的符文 连这些神职核心都能吸收田装 本命大剑能装的东西 丰富多样 是它自己眼光被局限了 回头要不要试试将神组的神格 装入到大剑试试 万一成功了 那神组就是剑 仅是十几秒的时间 地面上的神职核心碎片 全部集中到了一个剑孔 差不多凑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 丰收神职核心 其上散发出浓郁的生机来 远在九尾湖坑洞中的弗雷先生 心中一动 他感觉自己和丰收神职 的核心彻底断去了联系 这次是真的结束了 弗雷先生心中暗道 在他将丰收神职核心抛出去的那一刻 就没想过再回收核心了 碎成那样的神职核心 已经无法恢复 还不如重新去凝聚信仰 打造一个新的丰收神职核心来得简单 头顶上 九尾湖的核心天花板也渐渐关闭 直到彻底融合 当坑洞被填好后 弗雷就感觉自己的位置被移动了 是武神虚空 直接将他的坑洞转移到了虚空的深处 免得被偷渡者们挖坑爆出来 原神寄托虚空的步骤完成了 回头我再将丰收神职 重聚就能凝聚出武神生机 有着两不打底 未来我晋升九阶武神 就顺利得多了 弗雷先生的元神闭上眼睛 而他的本体从打坐状态爬起 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做 九尾湖的元神毁灭了 但他的肉身还在 他要去找找 看看能不能将九尾湖的肉身给找到 拿回去烧在自己师父的墓前 同一时刻 许奇记的位置 本命大宝剑装好封收神职核心后 悠哉地缩回剑身 从头到尾 封收神职的核心都没有排斥反应 其上也没有弗雷先生的印记之类 许奇记反复检测了几遍 还将大下系统 功法在这核心中流转了一遍 但都没有反应 这就可以确定 这枚核心如今是干净的 没有前主人的印记存在了 否则 在他的铜树交个朋友吧 和功法双重干扰下 体内心海中 肯定要多个弗雷先生的心芒才对 那么试着接触下其中的 武神生机奥秘吧 许奇记将本命大剑收入元神 精神世界中的点名册 和剑字符 两尊大仙镇压许奇记的元神 保证他元神接触武神生机时 不出意外 本命大剑融入元神 这一刻许奇记身上的神骨 和这武神生机发生共鸣 既存在武神虚空的元神 也参入其中 生机 神骨 元神三者 就像是构成三角形的三个点 让许奇记的生命层次 都得到升华 生命层次在这一刻 从圣域一步跨入到神境 虽然许奇记的境界 依旧处于圣级八阶 但生命层次 肉身 生机等等 全部达到了九阶神境的程度 就算是能量方面 因为许奇记的体内 有着涌动长生法星图 能量方面爆发起来 也不会比九阶神级差 至此 许奇记虽然不是九阶武神 却已经胜过普通的九阶武神 因为他生怀一条 行得通的长生之路 永动长生法和武神境界 是相辅相成的 永动长生法的核心发动机 就需要有武神空间法则 武神生机等的配合 现在 许奇记的生命层次 达到九阶武神后 空间法则 生机就开始融入 永动长生法星图 催动长生法发动机的演化 再这样下去 哪怕许奇记不再修炼 躺着不动 过个几千年 或是上万年 他都能躺赢到祖的境界 这些碎片中残存的武神生机 都能让我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如果将 丰收神职 核心温养一段时间 让他恢复如初 那我岂不是得原地飞胜 许奇记的原神睁开眼睛 心满意足 隐隐间 他背后的功德之光 又浓郁了几分 丰收神职 本身就是正能量的神职 是祝福一系的力量 让这神职核心恢复 就会分到几分 属于丰收神职的功德 白传 话说 九尾狐的原神 被弗雷先生干掉了 那他现在的躯俏 就变成无主之物了吧 许奇记望着自己坑洞上 差不多也快要封闭的天花板 心中一动 无主的躯俏 等于小号 虽然他现在没有要继续开小号的想法 但有备无患吗 万一未来哪天能用上 就算用不上 这无主的圣级躯俏 宋人也很香啊 比如神界野魔小号尾巴中的女武神 她就是虎女一族吧 而且 她也缺少个新的躯俏 不如去找找看 万一有缘找到了呢 许奇记原神躺好 看着天板板合璧 天花板盖好后 他所在的位置 也和弗雷先生一样 被转移到了武神虚空 得深处 安全有了保障 许奇记的意识 回到本体区域 他的本体一睁眼 便看到燕子女士 将脸凑到他面前 双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燕子女士 你凑得这么近大马啊 吓了我一跳 许奇记哭笑不得 一睁眼 看到燕子随风剧 她差点本能后跳 我才是 被你吓了一跳啊 燕子女士难难道 她刚才兴冲冲地和团长申请 得到了报价 准备过来给许奇记报上 金龙纹身的价格 结果还没靠近许奇记 就发现对方的生命 层次在进化 从八阶圣玉 一步进化到了九阶神级 问题是 期间她根本没有渡截 境界也还卡在八阶圣玉的层次 你是怎么做到的 燕子女士很震惊 她自问自己团队的 原神寄托虚空仪式 不可能让圣阶 进行生命层次的进化 很简单 只要提前拥有五神的特征 就可以了 许奇记微微一笑 燕子女士 你这不是在讲屁话吗 她也知道 想要发生生命层次进化 就必须要凑齐五神的三大特征才行 问题是三大特征 他们能做的 就是将原神提前寄托到虚空 算了 这是你的机密 你不回答 也是正常 我也只是忍不住好奇的疑问 我们自己都牢牢保持着机密 没理由让别人将机密告诉我们 燕子女士摆了摆手 她就是实在忍不住内心的好奇 许奇记不回答 也是正常 对了 我来是告诉你报价的 金龙纹身 一对要十美九阶的能源石 你接受的话 随时可以联系我采购 燕子女士说着 递了一张明信片给许奇记 另外 金龙纹身是有时效性的 每次纹上后 必须要在她彻底淡化之前 将她使用掉 金龙纹身存在的时间和区域有关 在有些地方 她存在的时间会比较久 在武神虚空之类的地方 她存在的时间就会很短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好 我晓得了 那等我有需要时 随时联系燕子女士 许奇记小心翼翼 收好这张明信片 十美九阶的能源石 这价格很贵 但许奇记还是有办法凑齐的 神族 有钱 民族 也算有钱 巨人族 有物资 机械族 有技术 她只要想办法 从各个小号那里抠些出来 然后 将特资或科技产品 卖掉换成能源石 凑个几十枚九阶能源石 洒洒水了 金龙纹身得用在刀刃上 到时候 若是要送化梅 她们的元神进入虚空 就去买几对金龙纹身 去虚空中坑 那么 就此别过 如果九阶之主 倒有你未来想要将神谷 生机 的情报出售的话 可以考虑我们啊 我们到时候 可以多送你几个 元神寄托虚空一事的名额 然后价格方面 也保证同手无期 没了 燕子女士 还忍不住打个广告 她实在很好奇 许奇迹的手段 如果未来我想出售的话 一定会想起燕子女士的 许奇迹笑着白手 约定好后 她迈着轻松的步伐 离开梦界仪式区域 生命层次发生进京后 许奇迹感觉自己走路 都像是在飘 随时都要飞升一般 体内的涌动长生法星图 也在和空间法则 生机融合 不断进化 提供许奇迹更多的能量 见到许奇迹终于出来后 赢甲仙子迎了上来 咦 一见到许奇迹 她就和燕子一样 瞪大眼睛 武神级的生命层次 运气 都是运气 许奇迹笑着白手 正好捡了个 别人不要的武神 生机破烂 然后凑齐了三要素 让生命层次发生了变化 赢甲仙子 我怎么就捡不到 类似的破烂 你说的这些破烂 是从在哪里捡的 地点告诉我 我也去捡啊 赢甲仙子 只要想起 自己曾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付出多少的努力和泪水 奋斗几千年 才去度九阶天节 正到武神 想想都心酸 回头看看许奇迹先生 几天前在巨人秘境 捡了个神骨 回头他们包了个 元神寄托虚空套餐 又捡了个武神生机 下回许先生 你要捡什么破烂的时候 记得告诉我们一声啊 我们也一起去捡 赢甲仙子抬头望天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有个东西想去捡 许奇迹哈哈一笑 在哪 赢甲仙子 一下子来劲了 许奇迹 不知道在哪 但应该没走多远 就是之前 从仪式现场 离开的那只九尾 咦 原来许先生 你好这一口吗 狐娘 赢甲仙子 瞄着许奇迹 许奇迹 狐娘是很可爱 不过我想做的事 肯定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是想捡一个 空白的九尾腰区 空白 赢甲仙子心中一动 他似乎猜到了什么 那许先生 你跟我来吧 之前的九尾狐 从我身边经过 我记得他的气息 以我的神识覆盖范围 找到九尾狐 应该不难 赢甲仙子的寻物能力 是杠杠的 每几分钟 就带着许奇迹 找到了九尾狐的躯窍 可怜的九尾狐 缩在一个 临时掏出的小洞里 身体缩成一团 他的身体还有呼吸 体温也暖和着 但却已经失去了原神 许奇迹伸手捡了他的躯窍 将他装入宠物空间后 和赢甲仙子 一起离开了梦见 在他们离开后不久 弗雷先生也顺着气味 来到了此地 咦 看着空荡荡小洞 他一脸迷茫 气味在这里就消失了 难道是狐妖知道 自己原神不保 最后连自己的躯窍 都自毁了 弗雷先生猜测了半天 也只能猜到这个可能 可惜了 本来还想带着他 去记自己老师的 另一边 九届内 神族世界 许奇迹老家星球 一颗允星带着几颗小允星 赶到了许奇迹老家行星外 和神族的先锋军接触 先锋军中 有属于墨逆之主 谜递的神族战士 第一时间将消息转述给了莫逆之主 许奇迹的眼魔小号 这场情报战 许奇迹领先 一大九小共十只允星 正是来自允星族的援军 九届各族已经没有时间了 这个纪元之末的大劫提前 神族也没有更多的时间 和许奇迹老家防御干号 和允星族援军一起过来的 还有两位机械族的高手 这段时间 机械族主动和神秘的允星族交好 在他们的主动下 不少的机械族高手 和允星族的高手结识 双方感情急剧升温 可能是双方都没有血肉之躯 所以交流起来 特别有共同话题 神族先锋军中的 几位舰长亲自出来 迎接允星族的高手 并和对方介绍 下方这颗行星防御的特点 这行星的防御级别 绝对超过了武神这个层次 曾经神族中达到 圣域级的一位殿主 亲自出手 轰击这颗人类行星上的防御 却受到防御的反弹 身受重伤 神族中的高层都在猜测 这颗行星上的防御 很可能是组这个级别的 曾经他们怀疑 会不会是人族暗中出手 布置了这层防御 正因为这种怀疑 所以神族在对付防御时 也只是一点点去磨 反正距离纪元之末大节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花个几年时间磨磨防御 也算是给人族一个交代 但后来 随着那位烧烤人之族的出现 神族中的高层 又将怀疑目标 放在了这位新族身上 因为这个烧烤人之族 是有前科的 他曾经阻止了冥界 收割人族弃血 还将冥界的人族 全部转化为燃烧的火焰怪物 打包带走 允星族本次来的高手 是一尊武神境界的存在 连他身后带的九颗小允星 都是八阶圣域级别 允星族身为九界最古老 最神秘的霸主 他们的底蕴之身 完全不是神族这种 后起之秀能抵的 单论高手的数量 连巨人族也无法和允星族相提并论 和允星族有说有笑的那位机械族高手 同样是神级加圣域的配置 没有相应的实力 又怎么能成为朋友 祖级别的防御吗 难道是人族的手笔 机械族的高手雷诺虎武神 皱着眉头问道 说起来 人族是他们机械族想拉拢的对象 因为自身成为祭品的原因 人族一直以来和九界其余八族关系不好 机械族中很早前就有人提议 要不要将人族拉过来 和他们一起投靠那位大人 覆盖九界 几个纪元来 人族从自愿牺牲到现在被迫牺牲 早就充满了怨念 拉拢的几率很大 就算拉拢不了 人族内心中的怨恨 也很容易成为种子 属于一感染种族 我们之前也是这么怀疑的 后来我们确定了 这不是人族的手笔 相比之下 可能更像是烧烤人之族的动作 神族的先锋舰长回道 他只是位普通的先锋舰长 实力只有六阶 面对两位神级时 压力好大 此时 他迫切希望 神族高层 能空降一位武神过来 代替他 迎接两位神级援军 可惜 神族中的历代武神精英 都被神格吸引过去 最后成了神族的工具人 神族的高手在武神 这个层次有了断层 族中留下的武神 都身怀重任 轻易不会现身 那位新族的确可怕 我族也曾受到他的偷袭 机械族武神露出心有余悸 的语气 演戏得演全套 既然大家提起了烧烤人之族 那他自然得有所反应 免得漏现 隐石族的武神 微微点动躯体 我明白了 那么 我先独自去试一试 这防御的强度吧 我陪你一起下去 也好有个照应 机械族的武神发出笑声 这段时间 他和允兴族的武神 形影不离 友情值已经刷到70分以上 在网上 就是80分的恋人关系了 好 允兴族武神点头同意 下方是祖级别的防御 所以 他也必须要谨慎 多个机械族的武神照应 万一出了意外 还能拉他一把 于是 两位武神勾搭着 一起朝着许奇迹老家行星飞去 神族先锋新舰上 舰长指挥着一个舰队 配合着两位武神 准备发动辅助攻击 九位圣域级的允兴族高手 和那位圣级机械族强者一起 坐镇后方 机会来了呀 圣级机械族成员 眼眶中释放出赤红的光芒 他和允兴族 刷了这么久的好友职 终于将对方刷到 不再防备自己 那么是时候找个机会 将自己身上的狂暴力量 传染给对方了 不过 在此之前 他得制造一些混乱 最好是整个神族先锋舰队里 爆发某种混乱 机械族的圣级高手 心中这么一思索时 他体内的狂暴化邪能 就将他的念头释放出去 而这带上了他念头的邪能 又正好被一位混在神族阵营 新兽群中的一位间谍接收 这是邪能与邪能之间的信息接收方式 体内没有邪能的生物 是无法感应 读取这部分信息的 机械族的邪能感染者 竟然混到了这里 而且还准备感染允星族 这些家伙的效率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啊 那位新兽 自由战士导师 心中一动 他正是手握新兽族神器 想要给新兽自由 解除新兽和神族间的奴役关系 引导新兽们反抗神族的那位自由导师 这几个月时间里 因为有某只新兽狗子领主的暗中配合 这位自由导师 在新兽群体中 成功发展出了一批的新兽自由战士来 这批新兽身上的奴役力量 都被他通过新兽神器解除 成为自由的兽 自由导师 原本正打算找个机会 一举掀起新兽们反抗的大潮 给神族带来致命一击 也好 就让我为你创造这个机会吧 接收到机械族圣级的邪能念头后 自由导师果断准备提前自己的反抗大潮计划 顺带着为机械族的圣域高手 制造感染允星族的机会 想到这里 自由导师掏出了新兽族的种族神器 全力往其中灌入邪能 号召所有的新兽聚集 第一批自由新兽响应号召而来 而且这一批新兽 基本上都是新兽领主级别的存在 每只手中都带着一堆的小弟新兽 他们响应号召而来后 顺带着汇聚了一只新兽大军 今天 就是今天 自由导师发挥着自己的演讲天赋 开始战前总动员 今天就是新兽一族摆脱神族控制 全面获得自由的时候 战斗吧 掀起反抗的浪潮 从今天后 新兽族不再是神族的奴隶 我们要翻身而起 成为一介主宰 可是我们没有祖 如果遇上神族的话怎么办 有几位新兽领主有些担心 不必担心 纪元之末大节已经开启 神族已经自身难保 这是新兽一族最后的机会 自由导师用力挥动新兽族的神器 这次他的演讲中 带上了古武士气的秘法 让下方的新兽们情绪激昂 各个充满了战意 很好 就是这样 解除吧 在座所有新兽身上的奴隶烙印 并且今天 我将赐给你们一项祝福 所有跟随着新兽大军 参加反抗浪潮的新兽 身上的奴隶烙印将全部解开 我们是阴影世界的蠢儿 我们将从阴影世界 降临主世界 统治这片世界 自由导师不断催动秘法 因为 如果不催动秘法 他的演讲天赋 其实也就那个样 效果会大打折扣 那批早就加入自由新兽大军的领主们 开始配合叫吼 杀杀杀 粉碎神族的统治 抢夺神族的兴建 将我们被奴役的同伴拯救出来 新兽大军体型膨胀 士气爆发 转头朝着神族先锋军杀了过去 他们本来就处于神族部队的后方阵营 如猎犬一样被圈养在后方 等需要的时候 就拉出一批来 投入到许七级世界的防御层中 去摩纳防御层 此时集体叛乱 正是后院起火 神族先锋军在军队后方的军力布置并不强大 后方除了圈养新兽的区域外 还有着后勤、医疗、轮休等区域 这些区域战斗力是整个先锋军中最弱 新兽们不断地潜入到阴影世界 又通过阴影世界闪现到现实 这种天赋能力也只有他们一族掌握 神族也只是模仿着新兽 并借助一些从新兽身上切割下来的器官 制作成的设备 才能进行阴影世界的穿梭 狂暴的新兽冲入后勤区域 吞吃能源石、天才地宝等物质 又袭击医疗区域 将神族的伤员咬杀在病床上 神族是能量体 新兽也同样是纯能量化的生物 新兽的突然叛乱 让负责后方防御的神族战士一脸猛逼 什么情况 几个纪元以来 新兽都是神族最忠诚的狗子 神族早就习惯了新兽的忠诚 习惯了奴役新兽 面对新兽的袭击时 他们根本反应不过来 好不容易有神族战士清醒 便想通过神族和新兽天生的奴役烙印 来强行控制新兽 但他刚一激活奴役力量 就被对面的兽巢淹没 这些自由的新兽不被奴役 哪怕包持包住也不被奴役 后方的神族阵营很快就被平推 途中不断有新的新兽加入兽巢 这些新加入兽巢的新兽 又马上会获得种族神器的祝福 成为自由的兽 短短几分钟时间 这只反抗的自由新兽军 就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挡在他们面前的一切 都被兽巢淹没 那位后方的自由导师也是拼命了 哪怕脸色惨白 他依旧源源不断 往新兽神器中灌入邪能 哪怕榨干了 他也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让这场新兽的自由大潮更加猛烈 新兽的咆哮声响彻星空 他们的咆哮声不是单纯的声音 而是某种能量信号巨大化 哪怕是在宇宙真空中都能被接收 哪一岛是笼子 都会听到这种声音 一搜搜星剑被星兽踏平 连控制台都被精英星兽夺取 多个纪元来的合作 星兽们对于神族的技术 乐如指长 有些可爱型的星兽 会被舰长养为宠物 这些可爱型的星兽 陪伴在舰长的身边 早就悄悄将神族的星剑操作 学了个七七八八 现在星兽一反抗 这些宠物型的星兽 就能立即上手 接过星剑的控制权 前方 原本准备配合允星族 轰击许齐进母星的总舰长 一脸猛逼 后方发生什么事了 他疑惑问道 报告总舰长 星兽们突然发狂了 他们叛乱 正在不断地袭击我们 夺走星剑 有下属大声叫道 你再和我开玩笑 总舰长一脸 你在逗我的表情 星兽会反抗神族 这怎么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说神族天生 对星兽有奴役的契约力量 就说星兽几个纪元来 都是神族最忠诚的狗子 这关系可假不了啊 是真的 星兽们乱了 现在所有的星兽 都在不断加入兽朝中 我们的先锋舰队后方损失过半 医疗部 后勤部 轮休的区域 全部沦陷了 下属自己 都仿佛在做梦一样 这下 连允星族的九位圣域高手 都被惊动了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机械族的圣级高手 内心狂喜 神族的星兽 竟然突然反叛 制造了这么大的混乱 天地 地力 都在配合他 他不成功 都没道理了 不用慌 我们替你去看看 后方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怀疑 星兽们 说不定是被人施了法术 允星族的朋友们 有着解除古惑类影响的法术 有他们在 星兽 掀不起浪花 机械族圣级高手 趁机提出意见 他要将允星族的圣级高手们 引向战场 趁着他们对付 星兽 受潮食 悄悄地出手 用自己体内的邪能 来感染他们 没错 交给我们吧 允星族的九位圣级没有推辞 他们这次过来 就是带着祖 得命令 来援助不成器的神族 所以 神族中发生动乱 他们也会出手平乱 说吧 九位允星族的圣级 齐齐动身 他们身形膨胀化为一颗颗 比星剑还要巨大十倍的允星 迎向新兽潮 我和你们一起 机械族圣级高手叫道 跟着九位允星高手飞出 局面 乱成一团 而就在这乱局之外 遥远的星空中 那半圆的漆黑星体中 有树道身影几出 他们的身上 散发着和机械族高手 自由导师一样的邪能 嘿嘿 九届的家伙们不会想到 我们这次能提前过来吧 一只虎蟹兽发出宁笑 这次 刚进化完的本大爷 一定要让九届的渣渣们 尝尝我新获得的力量 本纪元他家的老板 得到了外力援助 境界又有了新的大突破 以往每个纪元 他家的老板 都只是有些小突破 小进展 无法起到决定性的 一锤定音效 但自从换了副眼镜后 老板每天都在变强 强到已经可以随心所欲 提前开启纪元之末的终结 这是决定胜负的力量 连他们这些下属 也都获得了净化之光照耀 由内而外进化了一遍 脱胎换骨 这次 膨胀的虎蟹兽 甚至有把握 独自对抗一位九组 如果是九组中 比较弱的几位 他有把握EVS1 将对方垂出响来 似顾你悠着点 记住我们这次的目标 是先悄悄拿下 九组中的末位几位 让他们的人道之鉴 大阵流产 不要暴露你自身的气息 否则 如果任务失败 回去看老板怎么处置你 虎蟹兽 四股身后 传来一个冷淡的声音 接着 一位独眼怪人 从虎蟹兽身后踏出 独眼怪人 二米进化过一次后 全身上下到没有大变化 他的进化 都集中在瞳孔位置 此时他的独眼内 如同套娃一样 大眼中套着小眼睛 小眼睛里 套着小小眼睛 一层一层的 让他的独眼 变得像水晶艺术品般漂亮 看久了后 就会产生 想将他眼睛 抠下来收藏的冲动 这点何许奇迹的 人造神眼 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听到独眼怪人 提起老板后 虎蟹兽收敛气息 我晓得了 收敛气息 对现在的我而言小意思 接下来 我们前往神族的祖星吧 记得神祖那家伙 一直在那颗祖星上沉眠 他们的目标 正是九组中 比较弱小的神祖 本纪元终结之战 老板 已经不准备再玩下去了 要一口气 将九界覆盖 融入到阴影中去 暗杀神祖 也是对虎蟹兽 他们实力的一次验证 以往面对一个组 需要三 四位干部联手抵抗 这次 虎蟹兽家独眼怪人 带着一批精锐 就有把握砍翻神祖 其余的干部 也各种挑选了 九界中的其他祖籍成员 同时下手 为的就是让九界内的这些祖们 无法联手援助其他人 咦 前面是不是发生了战斗 隐藏好气息后 虎蟹兽突然微微转头 望向遥远的许七继母星位置 那里有几道算是强大的契机 引起了虎蟹兽的注意 有两尊踏入了神境的精英 是允兴族和机械族的 有意思 独眼怪人 二米一望向那颗行星位置后 嘴角上扬 机械族从头到脚 都已经化为了他们阵营的形状 现在机械族和允兴族的武神 一起动手 那允兴族的武神下场 可想而知了 感染机械族 策反机械之族的计划 算是上一个纪元 我们最大的收获 独眼怪人 二米 嘿嘿一笑 咦 那颗行星上散发的气息 总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虎蟹兽的注意力 一直集中在许七继母星上 它很快感应到了 许七继母星上的防御层气息 这气息 让它感觉阵阵熟悉 还有一种清静感 独眼怪人二米心中一动 你也有这种感觉 它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没想到自己同伴 对这颗普通的行星 也有清静感 虎蟹兽继续深入感应 许七继老家 这颗行星 应该是本纪元神族布置的人族行星 我从上面闻到了人族的气味 话说回来 九届这些家伙的行为 真是够邪气的 为了人道之鉴 每个纪元将人族圈养起来 我都比他们善良 独眼怪人 善良这词 对我们来说可是骂人的话 你确定要这么形容自己 正当两位 邪能干部交流之际 远处的允星族武神 已经降临到许七继的母星的防御层 它深知祖籍节节威力的允星族武神 没有直接施展大招A上去 反而是尽力将自己的气息 能量收敛到核心处 它让自己变成了一颗真正的陨石 朝着许七继世界杂落 按神族的介绍 这颗行星上的防御层 会反弹强大的能量攻击 限制能量体 闯入 所以它想试试 如果是普通的陨星杂落下来 防御层会被激活到什么层次 结果是 无声无息 允星族武神将自己的躯体撞向防御后 轻松就闯过了三层防御 那三层防御 似乎根本没有阻止它进入其中 原来这才是正确地进入到 这颗行星防御的方法吗 紧跟在允星族武神边上 打辅助的神族成员一脸震惊 只要将自己化为一颗 没有生命迹象的普通陨石 就能无视这恐怖的防御 直接进入到行星内部 这就是破解之法 不愧是武神级的存在 眼光犀利 这么轻易就找到了防御的破绽 跟上 全速前进 闯入到防御中去 打头的神族星剑发出快乐的叫声 紧跟在允星族武神后方 闯入到防御之中 希望能一鼓作气 轰开所有防御 但就在神族先锋剑群欣喜万分之时 一变突起 允星族的武神被卡住了 武神的半个身躯被卡在防御层中 第四层防御牢牢将它挡住 前三层防御如同圈圈一样将它套死 紧跟在它身后打辅助的神族星剑 也被卡在了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区域 星剑中的神族们 心中涌上一种不妙的感觉 允星族的武神倒是很淡定 看样子装成是死物袭击 也行不通 这防御就像是有智能的一样 还会根本不同的敌人和入侵 做出不同的反击措施 虽然被卡住了 但它一点都不慌 它强大的实力就是它淡定的自信之源 以它的实力就算被防御层卡死 但只要用力一些 就能将自己从防御层中抽身出来 甚至它感觉自己 只要肯牺牲一些自己的躯体部分 直接强行撞击下去 这些防御也挡不住它 允星族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它们的体积和坚硬的躯体 哪怕不动用武神级的能量 只是一个加速撞击生命行星 也能造成生命灭绝 需要我拉你一把吗 机械族的武神打去到 它没有马上动手 现在的允星族武神状态完好 不是下手的好时机 想要感染对方 必须要抓住对方 心神释放的瞬间才行 会有机会的 机械族的武神有种直觉 这行星上的防御很不简单 如果再和防御对抗下去 允星族的武神 肯定会露出破绽来 下方 许奇迹事件 无数的普通人 抬头望向星空 望着卡在天空中的 巨大陨石阴影 巨大的恐慌 在人群中扩散 要是这么巨大的陨星降落下来 直接会导致 人类文明灭绝的吧 人类目前根本没有 对抗这种体积陨石的武器 而且距离太近了 就算将这颗允星爆炸成碎片 它的碎片也足以将人类文明 积得千疮百孔 末日要来了吗 能看到这颗允星的人类 已经准备和自己最亲近的人告别 等一下 这允星是不是卡住了 没有再降落了 有一部分的觉醒者暗道 他们清晰地看出 允星似乎被某种力量停顿到了半空中 难道和传说故事中一样 有某种强大的存在 能够用意念将允星停顿 之后是不是能将允星反弹出去 这部分的觉醒者们 心怀期待 大厦 许七记老家位置 一道紫色的小门开启 负责守护许七记老家的大厦守护小队 马上警觉地望向紫色小门处 下一刻 许七记的身影显现 带着媳妇化眉一起归来 有段时间没回来了 这就是家的味道啊 许七记笑道 是许先生 欢迎回来 我是灭凤小队的成员 代号灭蚂蚱 非假觉醒者收起武器 对着许七记行礼 许七记 灭凤 灭黄姐妹的小队成员代号 真是相当有特色 灭天灭地灭一切 许先生 您是因为头顶的那颗允星来的吗 灭蚂蚱 期待的望向许七记 在大厦决心者们的眼里 许七记就是那个 会给大厦带来奇迹的存在 没错 我正是为他而来 许七记抬头望向卡在防御层中的允星武神 他一念一动 宠物世界开启 一道身穿银甲的女子 从宠物世界中踏步而出 正是和许七记交易祖名额的傀儡 银甲仙子 他代表着自己师弟妹们 第一个来到许七记世界探探情况 顺带着配合许七记做个实验 看看宠物世界能不能带着九阶神级的强者偷渡到九界 实验很成功 就是有少许的副作用 真是有点舍不得从那个世界中出来 银甲仙子轻声道 以他坚强无比的道心 都差点在许七记的宠物世界中迷失了自己 那个宠物世界真是太香了 在那里 无论你有什么追求 有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甚至有一些你内心深处 连自己都没有察觉的野心 也会被挖掘出来 成为现实 银甲仙子在宠物世界里 成为了梦想中的祖 又借助祖 这个平台更上一层楼 领悟出了属于他的长生之道 踏出了自己的路来 摆脱了祖的地狱限制 正到长生不灭 真是太美好了 每道银甲仙子 希望能待得更久一些 最好能让他更体验 依次适合他的长生之道 具体是什么模样 银甲仙子有一个不靠谱的猜测 他总感觉自己在宠物空间中 最后借助祖 这位推演出来的长生之道 并不虚假 很可能那长生之道 真得适合他 许先生的这个宠物世界 很可能大有来头 而且说不定是个长生之法 得外挂 想到这里 银甲仙子请求道 许先生 等事情处理完后 我能不能再在你的宠物世界 修行一段时间 我感觉那里 可能很适合我修炼 当然 我可以付钱 我知道 宠物世界维持运转 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我可以提供能源石 来维持我的消耗 许奇迹 仙子 你确定自己是在我的宠物世界里修炼 那个白日梦的世界里 怎么修炼 你莫不是摊上我宠物世界了 这可不好啊 这是副作用 仙子 你得调好自己的心态 许奇迹提醒道 不要到最后上瘾了 成为他宠物世界的常驻一员 我知道这宠物世界会有一些副作用 不过 我应该能把持住自己 另外 我是真的要在里面感悟一些东西 赢甲仙子认真道 许奇迹见赢甲仙子认真的模样 便同意道 好吧 仙子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倒是不反对你 进入宠物世界 能源石方面 也不用了 现在光是我自身的力量 都足够维持宠物世界的消耗 更别说我这里还有星河和其他宝物 神格 机械之祖活种 就能撑起宠物世界的消耗 而且随着许奇迹对 涌动长生法 星图的理解加深 涌动长生法核心的完善 它体内的能量源源不绝 产生的能量比消耗的更多 为了避免浪费 许奇迹会将大量的能量 灌入到宠物世界中去 让宠物世界变得更大 更精致 宠物世界里的住客们 也能得到更好的入梦体验 那就一言为定 需要我为许先生 解决头顶的这大家伙吗 银甲仙子 指了指头顶的允星祖武神 允星祖武神 是老牌的武神了 实力强悍无比 但银甲仙子可以肯定 自己比对方更强 他若出手的话 能以绝对的强势压制对方 而且他还注意到一点 允星祖武神的元神 在他自己体内 和九界外 元神寄托虚空不同 允星祖的武神 若是被斩杀 元神被毁灭 那就是彻底完蛋 莫慌 既然客人上门了 我这里先点几个鞭炮 热闹热闹 许奇迹 哈哈一笑 然后他再次开启宠物世界的漩涡 漩涡中 一巨大的天结巨人率先登场 跟在他身后的是四大巨人天王 然后是数不清的天结武器 还有一群被顺手打包的天结小兵 银甲仙子 这是啥子 这是天结 天结为什么会被装在宠物世界 去吧 许奇迹哈哈一笑 伸展双手 动用自己对防御的控制权限 天结巨人 天结小兵部队 天结武器 天结神兵 全部被送入到了防御层外 那第三层和第二层区域 欢迎来到大厦 大厦人民欢迎你们许奇迹嘴上 说着欢迎的话语 一边点燃了天结鞭炮 喜庆的气息和气氛 瞬间到尾 在大半个星空人类的注视下 浩瀚的天结大军 精锐的天结武器 各种高科技 魔幻 玄幻风格的神兵 按着长队出现在天空中 灭视的允星很震撼 但这笼罩大半个天空的天结大军 也不示弱 这是什么 是某位强大决心者英雄的能力吗 是我们星球强大的隐藏守护力量 这是机械将神派的成员 看到耀眼的天结现身 大半个星空下的人类都震惊 在心神震惊的同时 一道道气韵的力量 朝着天结的释放者 许奇迹涌来 加深他身上的人足气韵 面骂扎小队的成员 更是目瞪口呆望着许奇迹 不愧是救世主许先生 一伸手竟然鼓刀出这么强大的排场来 排面人 有许先生在 区区一颗陨石肯定能挡住 孽蚂蚱小队的成员 个个如粉丝一样望着许奇迹 对面 一次性将所有的天结宝贝 送入防御层后 许奇迹心中却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天结小宝贝在现实中 能爆炸吗 他记得自己再是一花姐弟 世界渡劫时 会被拉入到一个天结空间 收集天结小宝贝 也就是说 八阶以上的天结 因为威力过大的原因 会伤害到现实 所以 他们被设定为 只能在天结世界中爆发 那么问题来了 九阶在八阶天结看来 属于普通现实吗 万一他们到了现实 成了哑炮怎么办 草率了 我应该先在现实找个地方放一跑 试试天结在九阶能不能引爆的 许奇迹保持着双手伸展的姿势 希望天结给力点 给他个面子 不要变成哑炮 否则 他大张旗鼓 想要给客人送上喜庆的炮声 就拉胯了 轰隆隆天空中的天结大军爆了 可能是在许奇迹的宠物世界待过一段时间 身上已经打上了奇迹的烙印 也可能是九阶在天结的辨认中 不属于普通世界 所以 天结已帅气的姿势爆发 天结小兵们排成方阵 猛烈开火 天结武器一排排发射 撞在陨石上 炸出一朵朵蘑菇 还有数不清的阵法 覆盖在允星体表上 或封印 或压制 或降速 或直接攻击 释放出各种各样的威能效果 允星族的武神吃痛 原本收缩在体内的能量 瞬间撑开 在体表撑起一层能量盾 好疼 而且这些天结武器中 拥有着针对修炼者的属性 原本就接近八阶巅峰的天结 感应到允星族武神九阶的战力后 威力猛地增强 允星族武神的存在 被划入到了 祖团渡劫的队伍中 九阶和外界相隔 但有很多天地规则 又是互通的 比如修炼者的劫 天结武器自带的天结规则 和九阶内的劫规则 无缝对接 获得到了九阶内规则的能量支援 九阶内的规则 为天结武器提供了长长的蓝条 两夕时间内 这些天结的威力 直接从八阶巅峰 提升到九阶高级程度 而且还在不断增强 如此高强度的天结 哪怕是武神也受不了 允星族的武神体型的外层开始剥落 哪怕有能量护盾防御 也挡不住自体一下 加粗一个型号的九阶天结 连巨灵神天结巨人和四大金刚的体型也暴涨起来 一拳拳毫不留情地轰向允星武神底部 正常情况下 五大天结巨人一起出手 就算是允星也要被打退一段距离 但现在 允星武神被卡在防御中 他就成了沙包 还好允星族的武神和人类或是普通生物不同 否则此时的他应该是下半身被卡在防御中 而这几个巨人又挥动拳头在痛击他的下半身 想想就感觉很疼 机械族的武神看到着凶残的一幕 体内的火种核心都颤抖了两下 他也没有普通生物的下半身 但这些天结武器属性很克制现在的他 机械一族全族投入到阴影的怀抱 火种核心深处隐藏着邪能 天结的正能量对他们而言就很恶心了 这也是机械族武神没有马上出手 就允星族武神的一个原因 此时的他光是强迫自己不要后退 忍住恶心就已经尽力了 天结还在不断地释放他的威力 他仿佛要将自己在许奇迹身上受到的委屈 全部发泄出来 允星族武神和机械族武神有自保之力 但后面一群跟着允星族武神进来 打辅助的神族星剑就扛不住了 星剑在九阶级的天结武器轰炸下 坚持了几个呼吸就被炸成粉碎 轰隆隆耀眼的天结最终化为了漫天的烟霞 为这波持续了十余分钟的烟花 画上句号 允星族堂堂武神就这样半个屁股被卡在防御中 被炸了十分钟 他不是不想脱身出来 而是这该死的防御竟然强化了 将他卡得死死 让他动弹不得 他也想过让自己的好友机械族武神救命 但因为面子的原因 他不好意思主动开口 以往总是很贴心 和他心有灵犀的机械族武神 今天仿佛和他断开了 心有灵犀服务 呆呆地站在他身后不远处 眼睁睁看着他被炸了十分钟 难道是我们俩之间的心有灵犀服务 今天欠费了 允星族武神倒是没有降低 对机械族武神的好感 他们俩最近日夜相处积攒起来的友谊小船 还没这么脆弱 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翻船 可惜了 哪怕是有九界的规则临时强化 天节武器的威力还是太弱了些 想靠他干掉武神 不太实际 除非是能找出比天节更强 更无情的劫难来 许其既有些遗憾 但收获也是有的 为允星族打辅助的那批神族星剑 已经全部在天节武器打击下 化为飞灰 要是没有这尊允星族武神 那我可以将天节武器布置得更扩散一些 再找个机会将神族的舰队全部诱导进来 一口气就能将整个先锋军打残 许其既说着说着 心头一亮 我还有九品大节呀 回头等我杜巴敬酒的大节时 说不定又能搬运一批更强力的天节过来 妙啊 就是不知道 他的九品大节还来得几来不及 毕竟九届大乱在即 九届的各位组都慌了 纪元之末 大节也提前开启 还是先启动计划 哎 将自己世界的所有人类搬走吧 时间太紧迫了 也不知道 我的宠物世界能装多少人 估计只能分批搬运 而且 适应人类居住的星球也没找到 要是能再多给我些时间就好了 许其既低声道 许先生在烦恼人类住处吗 如果是短暂安置许先生脚下这颗星球的人类 那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个秘境事件 背后 赢甲仙子突然出声道 他们一系有着多颗自圆星 其中就有一些适合生命居住的生命行星 以及一些能居住数百亿人口的秘境 这些生命行星和秘境虽然不能送给许其既 但提供一个临时的落脚点 等许其既回头找到无主的生命行星后再搬家 还是没问题的 会不会太麻烦仙子了 许其既有些不好意思 他早就感觉 赢甲仙子对他好得过头 要不是自己亲生父母还在 许其既差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赢甲仙子 遗留在九届内的亲儿子了 我们想要更多的组的名额 相比之下一些小忙不算什么 赢甲仙子头盔上弹出人微笑表情 那仙子我就不客气了 事关自己一整个世界生灵的生死安全 许其既也不多客气 万一多客气一句 赢甲仙子想想感觉真的麻烦 取消了帮忙怎么办 赢甲仙子 那许先生 你先开启那紫色的小门 我联系下师弟 让他们将秘境权限 暂时转给许先生 等权限移交完后 许先生随时可以将这颗行星上的人类 转移过去 他可以帮许其既锁定全世界的人类 但真要将人类转移到九届外 等秘境中 还得许其既自己动手 多谢仙子 许其既松了口气 同时他的神石以自己为中心 覆盖开来 他会以大下国为中心 先将人类锁定 然后再一圈圈地覆盖其他活人 如今他虽是圣域 但元神 生姬 神谷都已俱全 神石覆盖范围 不弱于武神 时间上还算充沛 毕竟防御层还能撑好久 哪怕是武神全力出手 也不见得能在短时间内 破坏防御层 除非是某位组跨界而来 出手对付着防御 但是组和组之间 想要跨界过来 可没这么容易 一般进入对方组的地盘 需要先打个招呼 就像当时巨人之组 借到冥界时 就必须先通知冥祖 否则一身的实力 会被对方的界限制 甚至被整个界 排斥 但现在 神格掌握在许其既手中 许其既家女武神 就等于是神祖 其他族想进入这方世界 许其既可以强行拒绝 从而限制对方 虚空中 被炸黑一片 半个壳子 都削了一层的允星族武神 稍稍有些恼火 她开始调动自己强横的神力 在防御层中挣扎起来 每一次的挣扎 都会让防御层的外壳 一阵震动 但防御壳依旧坚挺 没有轻易碎开 我来助你 机械族武神感应到 令他恶心的天结气息散去后 急忙上前来 稳住自己 和允星族武神的友谊 这一波天结 没有让允星族武神 受到太大的伤害 机械族武神 没有找到可以下手的机会 这防御 果然不愧是族的手段 连刚才带着结威力的轰炸 都能出现 机械族武神 一边帮忙的时候 一边还着重提起 阻击防御这几个字 来平缓允星族武神的脑溢 我们虽然是武神境界 高高在上 处于九界的顶点 但下面的防御 可是阻 不知下来的 我们奈何不了 这防御也是正常 有了机械族武神 贴心的安慰和援助后 允星族武神的心态 平和了许多 但就在他的身躯 要一点点 从防御层中抠出来时 允星族武神 突然一声闷哼 并发现 精神受刺激的痛苦叫声 怎么了 防御还有陷阱 机械族武神眼睛一亮 是不是机会来了 我带来的九位圣玉 和我之间的联系断开了 允星族武神沉声道 他带来的九个允星族圣玉 和他精神相连 有内部沟通方式 刚才他收到了自己下属的消息 神族出了内乱 心受叛变 正在疯狂反攻神族兴建 他的下属和机械族武神 一起前去评判 但就在刚才 他的下属突然受到了未知的袭击 失去了意识 看来是我家的小子动手了呀 机械族武神听到这话 马上明白过来 他家的圣玉小伙很给力 借着心受叛变的机会 成功将允星族九大圣玉都感染了 这是一个好开端 接下来 只要将眼前这位允星族的武神 也感染的话 就等于他们成功 将钉子打入到了允星族内部 借助这位武神和九位圣玉 很快就能将邪能 感染更多的允星族成员 不过 这防御 到底还有没有更强烈一些的反击手段 最好是给允星族武神的精神方面 带来巨大冲击 给我一个机会 机械族武神盯着下方的防御 正当他思索之际 一个阴森的声音 在他心中响起 你的执念 我们收到了 我们会为你 制造一个机会 机会稍及时 你要把握好时机 机械族武神的执念 同样透过邪能扩散出来 而他的执念 被邪能干部虎蝎兽接收到了 虎蝎兽和独眼怪人当机立断 准备悄悄出手干涉一下 为机械族武神制造机会 提醒完机械武神后 独眼怪人出手了 只见他的眼眶中 投射出一道细不可查的微光 打向防御卡着的允星武神 嗡 微光打向武神的同时 还擦过防御层 身为防御掌控者的许奇技 顿时感应到了这一道微光 所有扫向防御的外部攻击 都会被他察觉 是谁 是允星武神的帮手 许奇技伸手一钻 动用防御的力量 让防御最外层膨胀 直接锁定了这一道微光攻击 微光被防御直接束缚 下一刻 独眼怪人瞳孔一圈圈缩紧 冥冥中 独眼怪人的目光跨过了防御 望向了许奇技 人嘞 独眼怪人先是一愣 但很快 他看到了许奇技腰间挂着的面具 许先生 独眼怪人惊呼出声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 遇上自家老板的好友许先生 许奇技同样心中一动 他的人造神眼亮起 目光跨过空间 和独眼怪人对视上了 咦 是咪咪啊 许奇技也是一愣 竟然在这里看到独眼怪人 这位咪咪是莫先生的下属 是第二个被他用 胖虎啸山林图进化的个体 咪咪的种族是独眼怪人 当时因为虎蟹兽受胖虎啸山林图 影响陷入进化状态后 他便第一时间跑过来 接替虎蟹兽向导任务 全称是二米 所以昵称为咪咪 他算是和许奇技关系比较好的莫先生下属 很有眼力 至少他能看出 许奇技对那种不知名状风景 并不喜欢 所以 他当向导后 便带许奇技 去一些符合人类审美的景点 许先生为什么会在这里 二米一脸迷茫 米米 你怎么会在这里 许奇技的眼神中同样透露出这种疑惑 你是来帮助这允星族武神的 因为对方突然对着防御打了一道光线 所以许奇技会有这种猜测 不 并不是 二米连连摇头 但他马上又补充道 但如果许先生 您是要帮助这位允星族武神的话 那我们肯定不会继续针对他 他也不能确定 这位许先生的立场 说话间 二米在悄悄打量着许先生 他不知道 眼前这位人族是不是神秘 许先生的本帖 因为他看不透这位许先生的原神 总感觉许先生的原神 不存在于这方天地间 但又存在于这具身体内 好奇妙的原神存在方式 就像是超脱了九界一般 越看 就越感觉这位许先生高深莫测 除了超脱感和原神虚无感外 这位许先生 他身上有一种鼻祖更神秘 更强大的道 在二米的感觉中 这位许先生就像是无限 是一种概念化的存在 就像是一个涌动机 存在着无限的能量 许先生单独一个个体 能源就不比借助一借的阻落 稍稍看久了点后 二米突然心神一震 九界之主 他在许先生的身上 突然感应到了这么一个称号 这个称号 是天地赋予对方的称号 是某种官方的认证 九界之主 许先生是九界之主 那为什么他会和老板成为朋友 等一下 说不定正因为这种平等的身份 许先生和老板才能平等交流 二米心中涌现无数的念头 但太混乱了 他理不清 简还乱 哦 你也是要对付这允星族武神吗 许奇记听到这里 心中突然有了一些猜测 对面的二米 接收到许奇记的信息后 顿时心中一松 也是对付允星族 那说明许先生 也要针对允星族武神没错 是的 我刚才的光线 就是想让允星族武神 进入虚弱状态 好让机械族的那武神 趁机出手 二米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拖出 但许先生只要你需要 我们都会配合你行动 你等尽管出手 许奇记微微一笑 他伸手一点 让防御不再限制二米打出的光线 搜下一颗二米之前打出的光线 穿透了防御层 无声无息地 落在允星族武神身上 这光线本就无计可循 如果不是因为 防御的原因 许奇记都无法注意到这道光线 这已经算是二米的看家本领 拥有着接近阻击的玄奥效果 受到二米这一道光线偷袭 原本正在挣扎的允星族武神 突然一僵 他只感觉自己身体一虚 突然无法发力 怎么回事啊 允星族武神一愣 好在他经验丰富 核心中突然又涌出另一种力量 试图恢复自己身体的状态 这是他的备用能源 允星族因为体积庞大的原因 每次的行动都需要消耗极大的力量 所以会有一套紧急备用的能源体系 一旦出意外 也能用备用能源 将自己的核心空间转移回允星界 滋养生息 但就在允星族武神激活备用能源的刹那 身后一条机械臂突然捅入到了他的允星层中 破开他的防御 植入他的核心 允星族武神一愣 这机械臂是机械族武神的千万手臂之一 但他这是要干什么 我来救你 你是不是受到了袭击 突然虚弱无比 我叫你拉出来 机械族武神急切的声音响起 我用我的能量激活你的身体 原来如此 他是要帮助我啊 允星族武神心中一松 也对 除了允星族内部人员外 没人知道允星族其实是有两套能量体系的 好友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陷入虚弱 急忙上前来 试图用自身的力量将它拖出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放心吧 我没事的 允星族武神心中一暖 出声安慰到 而就在他出声安慰对方之时 从机械族武神的体内 已经有一道道暖洋洋的力量传递过来 为他提供无私的帮助 这就是值得信任的好朋友啊 允星族的武神几乎没有多想 也没有防备 任由机械武神将能量灌入他体内 从头到尾 他竟然都没察觉到有什么异样 而这便是二米那道铜树光芒的效果之一 这道铜树的效果拥有着催眠的属性 能让人放松警惕心 如果用许奇迹世界的专业术语来讲 这铜树的光辉便是降至光线 让爱术者降低防备 对很多平常会感觉到很不对劲的事情 坦然接受 正是有二米铜树的配合 机械武神可以大咧咧地将自己的机械臂 捅入到对方体内 灌入蕴含着 邪能的能量 陨星族武神目前从外表来看没有变化 但事实上他体内的核心已经开始被邪能污染 估计用不了几天 陨星族武神也会被改造 堕落 这种邪能感染是在悄悄中进行的 等察觉出异样时 基本上已经被邪能感染完毕 性格中的暴力 残忍等负面属性会被扩大化 堕入魔道 干得漂亮 二米微微一笑 成功了吗 虎蟹兽小声问道 如果能拿下一尊武神 对纪元之末的大劫也是很有帮助的 以往每次的纪元大劫 最终都是九个组率领着一群的武神 圣玉 集合对抗他们 每陨落一位武神 就能大大削弱九界这一侧的力量 事实上 整个九界也没有多少武神 每一界每一位族手中的武神 可能都不超过五指之数 也只有巨人族和陨星族内的武神数量 可能会多一些 毕竟 每个纪元之末的大劫 都得死上一些武神和圣玉 这也导致九界顶尖强者数量的稀少 成功了 二米点头道 那你之前脸色突然很震惊 是发生什么事了 虎蟹兽又问道 秘密 二米微微一笑 虽然我很想这么说 但我又不能真的瞒下这事 我可能见到许先生了 如果是平常时候 偷偷发现了许先生 二米一定会选择隐瞒 然后悄悄跑到许先生身边 安前马后的跑个腿啥的 万一就再次接触到进化之光 又又一次进化了呢 但现在情况紧急 为了避免同伴在之后的行动中 不小心得罪许先生 引起老板的不满 所以他还是得提醒一下同伴 许先生 你说许先生在这里 那我们要去见见他吗 不对 等一下 许先生在九界 那他的立场是什么 是站在九界这边 虎蟹兽 四股和二米一样 皱起眉头 放心吧 许先生的立场 应该不完全站在九界 至少我对允星族五神动手时 许先生没有反对 还支持了我一下 二米解释道 他之前就感应到自己的铜树 被许先生用某种方法禁锢住了 直到认出了他后 才将他的铜树释放 转移到了允星族五神身上 这样就好 如果许先生出面阻止我们的话 会让我们很头痛 虎蟹兽松了口气 毕竟是老板的朋友 而且还可能是关系非常密切 掌握着净化之光的手段 如果许先生站在对立面 那他们就得回头请示老板了 他们自己是万万不敢自作主张 直接上去面对许先生的 既然许先生不阻止我们 那我们继续悄悄行动吧 趁着被神祖察觉之前 悄悄去将神祖拿下 虎蟹兽小声道 二米 先等等 我们至少先和许先生打个招呼 否则就太失礼了 也对 虎蟹兽有些心动 不知道许先生能不能再提拔下我们 让我们再进化进化 轰隆隆许气继母星上空 机械祖武神演戏完毕 他卡着自己的机械臂 卖力地将允星祖武神庞大的躯体 从防御中拉出来 正当他感觉自己计划通 已经妥当将允星祖武神安排好的时候 突然从允星武神身上 爆发出一道浩瀚如星河的气息 这是祖的气息 允星之祖 机械武神心中一惊 允星之祖的气息 怎么会突然出现 难道 是因为自己将允星武神感染的原因 同时 神祖祖地位置 许七记得小号 莫逆之主睁开眼睛 和尾巴处的女武神 进入同步状态 神格投影 嗡嗡作响 接收到其他祖跨界而来的气息 是允星之祖 女武神出声提醒道 但她为什么突然降临 难道是前线出了意外 我们要怎么做 许七记 看样子 是二米和机械武神做的事情 刺激到了允星之祖 也对 自己手下的武神被人掏了 允星之祖再怎么佛系也会动怒 那要不要动用神祖权限 将允星之祖挡于神界之外 正思索间 耳畔传来一个宏大的声音 神祖 情况有变 降临 联手 允星之祖 直接向神祖发起通话 纪元之末大劫 刺杀 神祖 威 刺杀 纪元之末大劫 原来如此 允星之祖在说 我们有危险 可能会有允星的危险 他在担心我们 想过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难道是允星之祖 受到刺杀了 女武神翻译道 陨落 许奇记得莫逆之主小号突然眼睛一亮 正是时候 不如就趁机让神祖陨落吧 旧神退位 新神登基 他莫逆之主要成为新的神祖的 给允星之主回话 允许他部分意志降临 刺杀的事情 我们自己解决 莫逆之主帅气一笑 女武神心领神会 和他狼狈为奸 神祖何时逝世 今天 就今天 于是 他给允星之主回复了一句 同时给对方开启了部分意志降临的权限 就和当初给机械之主开通权限 让他紧将核心转移到神界一样 允星之主那边皱起眉头 这次的刺杀者实力很强 两人一组 连他都吃了些亏 而且 他都没认出 刺杀他的是哪两位干部 对方似乎又惊化了一次 连他都吃了亏 刺客从容退走 那九组中实力偏弱的神祖 就太危险了 但每一位 祖都自傲无比 都拥有着一界内无敌的实力和霸气 神祖要自己出手 只允许他部分意志降临 而他却不能再多说什么 说多了的话 反而会激恼神祖 部分意志降临 就部分意志吧 允星之主通过神祖开启的临时权限 将将意志和部分力量 降临到了自己忠诚的下属 允星武神身上 轰允星武神身上的气势 一下子爆炸 超过了武神这个境界 能量方面受到限制 加上这里不是允星界 所以无法发挥出真正的祖 即实力 但气势 祖的法则和道 都能碾压普通武神 允星之祖降临后 目光扫向下方的防御 飞快地计算着防御的弱点 既然来了 就顺手将这防御给破开吧 不管这防御是忍祖出手布置的 或是那位神秘星祖古刀的 在如今时候 都不应该继续存在了 而行星上 许七记伸手将面具取出 戴在脸上 烧烤人之祖爽朗登场 在他身后 银甲仙子捧着自己 因为激动而发烫的脸颊 双眼迷离地望着 允星之祖降临体 口中发出喃喃声 这就是祖吗 果然和神阶有着巨大的差距 已经拥有了长生的性质了 如果借助祖 这个踏板 如果借助祖这个位格 他们一定能更上一层楼 借助这个跳板 弥补自己天资上的部族 从而真正踏入到长生行列 也不知道得怎么配合许先生 拿下祖的位格呢 是这里吗 允星之祖一心二用 一边巡查刺客的踪迹 一边破解防御的漏洞 很快 他察觉到了防御的一个弱处 那是最外层防御 已经被磨到快要崩溃的点 正当允星之祖准备出手时 从防御上涌现一道浩瀚 无限的盗鱼 因为人类的投影出现在防御外层 他的身上涌现出一种和祖相信 但却鼻祖自由 鼻祖更完善地到来 无限的能量 涌动的理论 允星之祖盯着这道人类投影 你不是人祖 烧烤人之祖是你吗 没错 许七记已经放弃治疗 印下了烧烤人之祖这个称号 正说话间 他身上 九界之主的称号 也不甘示弱 闪闪发亮起来